今天媒體很多 謝謝大家一起來關心私校的轉型及退場條例 好,那今天我們教文委員會呢 就舉辦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的立法公聽會 那因為這個會期也列為我們教文會的優先法案 所以在審議法案之前 我們認為有需要再擴大聆聽我們各界的意見 所以特別安排了今天的公聽會 那非常歡迎所有今天練習參與的專家學者跟相關機關的代表來參與 那現在我大概先說明一下今天我們的幾項重點的討論提綱 那第一點,目前私立大專校院面臨退場的問題到底有多麼急迫呢 退場的必要性為何 第二,學校啟動轉型及退場的標準為何 又應是否符合公益原則 第三,如何提升學校轉型及退場過程中的公共監理機制 以及退場後高校資源如何回歸公共 第四,轉型及退場條例之規範對國家教育資源 師生權益的保障及影響是什麼 合理的配套方式應該為何 好,大概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會在這四項的主題上進行討論 那現在我來介紹與會的委員跟貴賓 那現在到場的有我們的另一位交集委員,我們的中嘉賓中委員 好,那貴賓的部分因為會依序到,我現在先針對我們邀請的學者專家先做以下介紹 那第一位到場,我們先介紹中原大學會計學系的林江亮林教授 歡迎林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的賴碧瑩賴教授 歡迎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的胡博彥我們的副教授 歡迎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陳正亮陳副教授 歡迎 私立學校產業公會的尤榮輝理事長 歡迎 還有我們行政院法規會的黃英寧,前參試黃英寧,謝謝 好,那稍後會有我們的貴賓會陸續的到場 那當然還有我們教育部,有我們雅力德政次 要帥我們所有高教相關的朋友,那正次站起來給大家 辛苦了,辛苦了,只有兩個小時前才剛下飛機 有時差嗎 沒有,好,很好 那為了讓大家能夠順利的表達意見 那今天的會議做如下的處理,主席跟大家做一下宣示 就是每位貴賓的發言時間是七分鐘 那在第六分鐘的時候,我們會有鈴聲來提醒 七分鐘結束的時候,也會有一個比較長的結束的鈴聲 好,勞煩各位與會代表注意 那專家學者的發言,我們以簽名先後順序為準 也就是我剛剛介紹大家的,就是今天已經簽名的順序 那現場可以,現場發言的資料,立法院會做成紀錄 那大家也可以用補充的書面意見,提供給立法院的議事人員 那立委的部分呢,我們的委員同仁如果有意見的發表 我們也會在會議中進行穿插,以在場委員的登記順序來發言 好,那委員如要發言,可以到主席臺這邊來登記 好,那我想時間寶貴,今天主席就不做太多的說明 總而言之,我們非常誠摯的希望,這麼重要的思想退場條例 在這個會期,教文委員會能夠專業的審查 然後做出一個符合社會期待的版本 所以今天有請大家都能夠不令指導,給我們最多修法的建議 好,那我們現在就先請教育部,就現在的法規的一個規劃 來跟與會的朋友來做相關的說明 我們請姚次長,時間五分鐘夠嗎? 好,好,謝謝姚次長,謝謝 趙偉,各位委員,各位團體代表,還有與會的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到立法院來舉行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的公聽會 由教育部進行報告,並聆聽各位委員,團體代表 跟與會的各位女士先生的酌見,審感榮幸 大專校院聲援減少是不可逆的趨勢 部分私立學校面臨聲援不足及學校財務經營危機 而產生並班上課,師資專長不符及結構不符法規 缺乏裁員更新教學設備等情形 進而影響學生受教品質及教職員工面臨減薪 欠薪或解聘的危機 本部為了維護學生的受教權益 強化辦學不善學校的監督機制,並保障校產的公共性 特別擬據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 送請立法院來做審查 那麼這個條例的重點呢,我們說明如下 提高專案輔導學校的管理密度 未來專案輔導學校應將社校基金及不動產信託給銀行 加派公益董事及公益監察人到專案輔導學校所屬的學校法人 與確保私立大專校院在轉型或停辦時 其教職員工的薪資資遣費等權益能夠獲得保障 本部也將查核專案輔導學校教學品質 並設立基金補助學生就學、轉學或教學的相關費用 積極保障學生權益 為了避免學校法人藉由轉型或退場 將原有校產挪用或變賣 本條例明定學校法人改辦後 因信託原社校基金及不動產 令學校法人解散清算後 其剩餘財產僅能歸屬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或地方政府 以保障其公共性 另外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補助學生 轉學安置所需費用 以及融資學校轉型及退場所需支出 解決學校無法立即籌措資金的困境 以妥善處理教職員工轉職及離退等相關事宜 另外在今天剛才我們招委提到的討論議題方面 我們也做以下的說明 目前教育市場緊縮 高等教育出現供需失調的現象 使學校面臨經營及生存危機等具有急迫性的問題 部分學校已面臨不轉型即應退場的趨勢 學校轉型系透過活化及利用現有資源調整經營模式 因此轉型屬於鼓勵性質 本部並沒有設定轉型的標準 並將於條例通過後 於授權執法訂定專案輔導學校停辦認定基準 目前學校法人停辦所設的私立學校後 若未於三年內完成恢復辦理 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 或完成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 本部也會命期解散 至於私立學校系屬公益性質的法人 辦學期間本部已給予私立學校獎勵及補助等款項 相關法規亦給予私立學校免稅優惠 及現行董事以非創辦人或出資董事 學校退場後校產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營業團體 因此本條例並未給予私校退場任何的誘因 本條例已明定教學品質查核機制 學生轉學安置 教職員工轉職輔導 保障教職員工薪資資遣費 授藏順序等各項配套措施 有效維護私生權益 另透過信託及加派公益董事及監察人等機制 強化學校轉型退場過程中的公共監禮機制 此外 為維護過去高等教育已投入的資源 條例已納入學校法人改辦後財產監督機制 限縮學校法人解散清算後 剩餘財產歸屬範圍 將退場後的高等教育資源回歸公共 台灣已進入高齡化的社會 高齡化的社會 年輕人將負擔社會主要的經濟生產力責任 所以對於每一位學生 政府有責任 讓他們接受優質的教學品質 讓他們學得好 學得精 學得一技之長 以支撐國家整體經濟發展 本條例主要確保學生受教權益 教職員工退休之前費用的保障 及私校資產的公共性 本部將持續兼顧高等教育量與職平衡發展 鼓勵私立大專校院轉型發展 並引導退場學校正向發展 兼顧校場活化與公共原則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團體代表及與會女士先生 會議指教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姚次長 時間掌握得非常精準 好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先 就直接來進行今天的專家學者的發言 那我先補充介紹剛剛到場 由我們中華大學的林立山林會計主任 歡迎 好 那我們第一位的發言 就請中原大學會計學系的林江亮教授發言 那時間是7分鐘 好 老闆林教授 兩邊都可以 兩邊都可以 這邊比較近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各位先進 大家早安 好 早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這邊對於施效的轉退條例 發表一下個人的看法 那這個條例基本上是賦予未來施效的轉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法源 所以在相關的這個法律訂定上應該要比較審慎一點會比較好 那個人的話就請針對這幾年在交易部擔任這個專服委員所看到的部分 然後針對這個法規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首先的話個人認為就是有關於這個施效退場 全校人數也就是第七條的部分 這三千人的部分似乎是可以再考慮了 因為說在這三千人的這個出算的方式 基本上是不是適合所有的學校 我覺得這個可以再做思考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就是說如果我學校要追求小而美的話 那你把這個三千人的條件加進來的話 基本上就剝奪了失效可以走小而美的這樣的一個方式繼續經營 那其次的話呢就是相同款的部分 就是有關於這個註冊率的部分 目前呢我們的這個做法 都是依據新生這個大概十月份左右的這個註冊率 那我們過去發現蠻多的學校在新生註冊以後 當下就立刻就休學 或者是用退學的方式 所以這裡的話如果是要用註冊率的話 個人建議一下就是說 就是說可能還要再加上 再加個條款就是修退學率 如果達15%以上的話 對 就是註冊率要高於60 但是修退學率基本上應該在15%以下 這兩個指標要同時去併用 可能會比較妥適一點 好 其二的話呢是針對第十二條的部分 就是有關於部派的這個公益董事跟監察人的部分 那這裡的話呢基本上如果是公益董事是兩席 公益監察人是一席 總共是三席 那這裡的話它並沒有去規範 就是學校的 依學校的這個董事會規模的大小 所以這裡個人建議 是不是可以比照上市貴公司獨立董事的做法 也就是如果這個學校被列入專輔學校的話 那就由教育部派三人以上的獨立董事 那而且這個比例不得低於五分之一 這是仿照這個政論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的這個做法 好然後呢這個部派的這三席的這個獨立董事 就組成審計委員會 取代原來學校監察人的功能 好換言之呢 部派的這三位以上的這個獨立董事 他基本上可以行使董事權 那也可以完全行使監察權 所以原來的這個學校的這個監察人 就自動解任 好那個人認為呢這樣子的方式可能 會把學校的規模考慮進來 否則的話就是說如果 我學校一直去擴充我董事的規模的話 那你派三個人來 再怎麼樣表決也不會贏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相同一條 就是說如果原條文是寫公益董事 如果表示意義的話 那非經主管機關核定不生效力 個人覺得這樣子的說法太過含糊 好就是到底這個 部要怎麼核定 是說公益董事有意義 那就否決嗎 所以這一個部分的文字 個人建議可以把它刪除掉 那一樣的回到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是比照上市規公司的做法的話 如果獨立董事有意義 或者是審計委員會有意義的話 那董事會可以以3分之2以上的這個決議 推翻就是部派的這個董事 就是部派的獨立董事的這個決議 我覺得這樣比較妥適一點 因為如果整體的這個董事的席次裡面 有3分之2認為 部派董事的這個意見 並不是那麼妥適的話 那是不是應該要尊重原來學校董事3分之2 這已經是非常高的這個比例的這個決議 會比較好一點 其次的話是第16條 這是個人認為有需要再調整的最後一個條文 這個條文的這個最後的話 他有提到這個剩餘財產的歸屬 那並沒有講說次序 他只是說這個剩餘財產歸屬下列各款對象之一 有第1跟第2 那這個第1跟第2 是不是就直接把它明定成順序就好了 那否則的話就是這個部分的順序 將來是由誰來決定 是由學校的董事會自己決議呢 還是由教育部來決定 所以這個部分我個人認為 把這個次序的這個字眼把它加進去 就是其剩餘財產歸屬次序 就是為下列對象 那不適用勢力學小法等等 好這樣的話可能會比較明確一點 好以上是個人的發言 謝謝各位 好非常謝謝 林老師非常言簡意概 而條文的部分都點出了清楚的意見 非常感謝 那我再補充介紹 好我們敏慧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葉智成葉校長 歡迎也到場了 謝謝 好 那接下來我們進行第二位學者專家的發言 我們有請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的賴碧營賴教授 介紹 對不起 我也補充介紹一下柯智恩委員 來 對對對 柯智恩委員 好賴教授請 希望不會太緊張 我第一次坐在立法院覺得好恐怖 好讓大家輕鬆一下 我想因為我的科系是不動產 其實在處理很多教育部 私立學校的這個不動產的時候 大概有幾個地方 那我想在這裡頭 我就針對我所收到的這個會議記錄 這個討論提供 第一個 私立大專院院校面臨退場 大概多少急迫 我想這個大概不用去多說 不過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剛剛那個前一位這個專家學者有提到 說台灣是不是要用3000人做一個專案輔導的對象 其實我們現在全國大專院院校的學生100萬 然後我們現在學校157 如果這樣一除了之後呢 我們大概有5700多人 那5700多人 這是不是一個平均值這樣去算 那因為我想大概很多學校都會問說 3000怎麼訂的 那只要訂的合理 大概大家不會有質疑 那可是3000 就一個學校的經營規模 像我過去我的學校並沒有合併之前 我大概是有4000位 可是4000位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一個非常小而美的學校 如同剛剛的這個江委員所提到的 所以4000這種情況 對我們來說大概不成問題 可是我現在舉一個實際例子 就是說 在澳大利亞這個他們的總共的學校只有41000 他們的人口數跟台灣一樣 大概是2500萬 但是他的學生數有130萬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台灣是真的過多了 幾乎是人家的4倍 那所以他們平均一個學校的營運規模大概都是3萬多 這樣在運作 所以但是他們很多學校 事實上都是整病了好幾個 那我在這裡拋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過去三任的部長在處理有關學校的問題的時候 大概只有公立大學有整病 私立大學都沒有聽到整病 那目前兩所整病的一個是屏東我們學校 另外一個就是高雄今年掛牌的 那這兩間在最近兩年的 最近四年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都是公立 那為什麼私立學校不整病 整個法案裡頭其實提供的叫退場還有轉型 忘了一件事情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去整病 讓他變成一個所謂的具有可以打國際盃能力的一個私校 那這是第一個提問 我提出來說明 那針對第八條的這個部分 大概今天的條案裡頭跟我的專長會比較有關聯 那主張信託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機制 但是信託這裡頭有信託費用的問題 那所以這裡頭最近這個信託費用 是不是又會對私校來說他們會覺得產生一個 所謂的一個額外的一個支出 第二個是一個關鍵點是在16條 有關剩餘財產就是當學校面臨退場之後 清理了大眾院校教師的這個薪資之後 剩餘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很多董監事他們大概都會很希望能夠拿回去 他們過去的投資 我這樣講其實在實際的運作裡頭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剩餘財產裡頭現在的問題正經一點大概就是 這些私校覺得剩餘的財產他們完全沒有任何的利得 所以他們不願意退場 那如果要轉型要能夠轉得出去 以永達來說 因為要來立法院之前我特地到永達去看了一下 現在看到的畫面大概就是落葉紛飛 整個學校的校園大概沒有人去整理 但是今天有個與會專家提到這個他成租人物 我想如果是租台塘的土地這個問題比較好解決 所以應該不會列為這個討論的提案 但是校地的一個處理是一個很大的幾首問題 然後會分兩端老校跟新校 因為私校有的是新校有的是老校 老校的校地大多數位在市中心價值不菲 所以會使得這些董事們有過多的期待 這個是一個關鍵 但是如果在所謂的這個新社的學校 他們在偏遠的地方 這個土地的價值就比較不值錢 可能就沒有所謂的剩餘財產的困擾的問題 所以這裡頭其實應該要清理一個地方 就是根據台灣現在流行的這個轉型正義在討論的問題 很多私校的土地的取得究竟是怎麼來的 這個應該要清理 他們如果能舉證是來自董事會個人的這個很清楚的 那這個地方我想處理上應該有點彈性 但如果他們的來自的是國有土地或公有土地 或是其他的捐贈模式 那這個一定要剩餘財產歸給地方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有 這個毋庸置疑 可是大家都把兩件事情混為一談 就如同我剛剛說的 私立學校退場兩種情況 一個是老校一個是新校 屏東這兩所學校就是一個是新的一個是舊的 那不管是新的或舊的 那新的反倒轉型的很快 馬上變成這個重華國際小學去遭受另外一個族群的學校 但是老的這間反倒是一個棘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在轉型過程當中 可能要去留意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信託裡頭 是不是只有信託的方式 我想不一定 還有其他的方式 不動產的處理方式有很多種 但是信託只是為了避免 就是他們賤賣效慘的問題 那我覺得其他的像預告登記 或是其他登記方式都是可以處理的 另外在這裡頭有關第三點公共監禮 是因為時間快結束了 所以我必須要趕快提出來 我想比照這個內政部 像這個我們的土地增收 或是這個都市計畫的審理的過程 我們都非常的公開透明 我們是不是能夠折成 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教育部或是立法院這邊 能夠有一個所謂的定期的 這個開會的一個公告 然後讓這個 這個很多的這個 關心這個議題的人能夠很清楚 因為大概目前很多的團體 都在攻擊一件事情 大概就是資訊不夠公開跟透明 那資訊和公開透明其實非常簡單 台灣現在網路非常的發達 所以什麼時候開會 開會的結果是什麼 然後大概都可以很清楚的去揭露 這個大概就是透過網路來做公共監禮的機制 然後公共監禮的機制還有很多方式可以操作 那我覺得今天時間大概不是很夠 可以去討論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有關針對第三個 第四個我大概要提醒一件事情是 其實公共校慘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這裡頭涉及到學校土地要變更做其他的教育文化事業 比如說社福事業使用 比如說長照機構使用 這裡頭都需要變更 那變更我建議 我們應該建立一個SOP的一個機制 所以教育部其實不能躍權 但是可以讓內政部都會會 針對這個部分去建立一個快速的一個審理機制 那這樣或許對於校產的處理會 加速他的行政作業流程 以上 好 非常謝謝賴教授特別從屏東北上跟我們分享這樣子的一個寶貴的意見 那我也補充介紹我們輔大社會系的代博芬代教授也已經到場 謝謝 剛剛應該漏掉了介紹 我們景文科技大學通識中心的李月牧 李助理教授 欸 月牧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進行第三位學者專家 我們有請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我們胡博焱胡老師 謝謝 主持人 在座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各位先進大家早安我是東吳大學胡博焱 那很榮幸針對這個議題來發表自己的意見 針對高等教育我不是專家 不過說真的作為高等教育裡面的一份子 對於高等教育的問題 基本上來講我有很深刻的自我的感覺 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一件事情了 我有一個願望 什麼願望 我常講一句話 這國家如果廢掉教育部 基本上這國家一定會更進步 對 委員在那邊說 教育的問題很多人都知道 委員也知道 主席也知道 路上的路人都知道 就教育部不知道 高等教育的諸多問題 到學校裡面去問一問 大家都會跟你反應 就是教育部沒有辦法反應 當然啦 委員可能會說 這可能不是一個部會的問題 很多部會都會產生這樣 那我們還是回到我們今天 來處理的這個議題 實際這個議題我想 我們爭議已久啦 我們畢竟這個願版在出去之前 我想在行政院裡面也是 願會已經發生過爭辭了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如果針對提綱來講 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到底有多急迫 其實我們也不用講 我們現在少子化的問題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說有多急迫這件事情 可是是不是會有必然 所謂退場的問題 不必然 為什麼 因為 如果我們現在的公立大學 有61間 私立大專院院校 173間 然後呢 37間大學 59間 記者院校 不同的學校加起來 我們學校數 雖然我們學校數是非常的多 而且呢 在過往的歲月當中 持續的增加當中 可是是不是說 我們現在因為學生少 我們就把學校數變少 其實還有一個部分的處理方式啊 學生少 把所有的學生人數往下降 不夠的部分 國家以補貼的方式來補貼 大家不夠的部分嘛 不過當然這 我這樣這樣子 好像是隨便說說 這也要有一個前提 為什麼 我們長期以來 我們的私立學校 說真的一件事情 缺乏公共化的一個過程 我必須要很誠實的說 我自己的學校 東吳大學 恐怕是 國內少數公共化比較高的學校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家族經營 我們沒有家族經營 就少 少 董事會不太管學校的事情 董事長只是叫校長少花錢 不要花太多錢 叫校長不要常出國 校長一負委屈 然後不要買太多東西 然後這個是 每個學校要面臨的問題 可是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缺少的公共化 所以 必然這樣子分配下去 那 大家就覺得說 好像錢就跑到人家口袋裡面 而 缺少的公共化 也是讓我們這次為什麼 爭執的焦點就是因為 到底 學校結束後 校長要跑去哪裡的問題 說真的 前面有兩位先進有提到 我也覺得這是爭執的焦點 可是說實在的 過往 30年來 私立大學 哪一間跟黨國關係不好 黨國關係最好的可以辦大學 黨國關係最好的可以辦大學 黨國關係最好的可以辦專科 黨國關係 好一點的就辦個高中 這是所有人知道的事實 哪一間私立大學 包含我服務的動物大學裡面 黨國關係好不好最好嘛 這不用講了嘛 所以 這個 30年來的這個公共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到底 拖到這個時候還不去做的話 我們恐怕 以後將來都沒有機會 好 如果再回來講 我們如果單純看我們現在的退場條例來講 退場的標準如何 第二個題剛部分提到的部分 我們第七條有一個專案輔導的部分 那我想前面有先進有提過那個三千人的部分 確實我也覺得三千人是一個計算上中 大家可能會各自有一件 可是這個恐怕是 該條條文當中 看起來最亮 最標準 最好知道的 其他的條文讓人家不知道我要不要被輔導 我恐怕從一個法律學者觀點來講 這不是公益原則的問題 這恐怕從法律的明確化原則而言 確實會成為一個問題 我到底會不會被輔導 我到底會不會被退場 這是一個 因為會連結到退場問題 而這個部分當中 我們有沒有想到 我們的公共監禮機制的問題 其實 說實在的 這個 我們的這個 轉型及退場條例 這個條文當中所犯的錯誤 大概是 一般教育部所提出來的法律條文當中 大概都會看到的很多錯誤 就是訓示條文非常多 利益非常良善 我其實我覺得教育部 承作是真實 我從來沒有說他們對 可是不要定出一大堆 所以你自己都做下去都不知道要做 還不知道要怎麼做的問題 你要保障 你要保障學生 你要保障這個 學生就學的權益 就老師就學的權益的部分 如果我們看條文第六條 我是在看不懂 這種訓示條文寫出來 最後結果到底有沒有保障 清楚不清楚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出來 第九條 設立的部分到底現在進來還有 其實說實在的 有專任董事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部分當然 這個我們不是出現在這裡 這個我們在 私立學校法裡面就錯了 還有最後一個部分 跑到第十四條來講 我們實力學校說實在的 要把它轉型成其他文教社會 或社會無理事 因為說真的 這個第一點他只有想到一個問題 只有想到這個財產 或是想到更新的 只要想到校舍 想到土地要怎麼轉型的問題 沒有想到整個機構怎麼轉型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你說轉就轉喔 我不知道我們教育部有沒有看過 衛福部提出來的長照ABC啊 如果你看過就知道我們真的很難轉啊 這個轉出來會跟我們的長照ABC政策 會距離有點遠你知道嗎 轉出來結果還是沒有辦法達成那個長照ABC 我必須要這樣講 我們現在這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情而言 第十四條寫出來的最後一個結果就是 讓人家看完之後覺得好像 我有一個期待感說 我們今天不退場可以做別的事情 可是真正執行起來的時候 第一個 不明確 我必須要靠很多其他的授權命令 來跟我支援說 我今天要怎麼退場而已 第二個 我們在現實的生活當中 到底有沒有辦法讓他退場轉型 第三個問題 我們就轉型到底有沒有退場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這個 與其這樣講 我們不如就把退場這兩個字化掉 就是轉型條例嘛 那我們今天講轉型條例 說真的那就討論他轉型 那如果真的要讓他可以 和平順利退場 那應該要想一個辦法 如何讓他和平順利退場 而不是在現在狀況之下 等到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時候 再來解決問題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一個最糟糕的一個狀況 而這件事情其實我不要這樣 我們現在的退場如果造成 不要講老師 如果造成學生的就學上困難 我想這是侵害他們權力的最恐怖的一個地方 謝謝 好謝謝胡教授 鏗槍有力的發言 謝謝 那我是不是先來穿插一位我們的立委 好不好 那個剛登記第一位是柯知恩委員 柯委員請 那接下來有請世新大學的這個陳正亮 正亮您稍後 謝謝 謝謝周委 還有各位親愛的與會的學者專家 還有我們教育部的姚次長 非常高興看到你 因為教育部長我已經很久沒看到了 好 我們今天先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私校的退場的一個條例 其實本席在1月17號 也曾 1月11號也曾經在這邊召開過公聽會 那我們也謝謝姚次長 當天也都全程來做一個參與 那我想我也是根據學者專家 當天所提出的意見 對於我們這次的修法 也提出非常具體的一個看法 那我們成如剛剛幾位學者 還有我們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我們整個的這個市場 已經完全是供需失調 的一個狀況了嘛 那很多的數據都已經完全顯示 像目前157所的大專院校裡面 其實105的時候 就有63,000個學生的一個缺額 其中私校就佔了53,000 可以說是達到8乘4 那當然有人提到了 其實公立學校也當然需要做些整病 只是目前為止成效不佳 那私立學校更是很迫切的一個需求 那上次我們在這邊開招 開公聽會的時候呢 其實很多學者專家就提出來幾個 共同的一個問題 包括剛剛有人提到了 把註冊率放進去 到底合不合適 還有呢 就是因為有些校長也提到了 不同私校有他們的不同的背景 像是企業型 宗教型 或是家族型的 那每一個背景都有不同的一個 處理的方法 但我想一個很大的一個公約數 就是有關於這個教職員工的權益 應該是有一定的比率 是否可以進到董事會過來 然後呢 特別是有對於這個所謂的公共化 停辦之後的學校董事 該怎麼樣來解散 那我想這些我就把它中和起來 然後具體的提出一些的一個看法 當然有很多人也特別提到 整個董事會的解散 它的時間點到底在什麼地方 有些人認為是應該在專案輔導的階段 就應該來做一個部分 或是立即的解散 那有很多人認為說 在停辦之後 所以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也是我們今天討論到的一個重點 還有有人提到 就是說 當你要把它改成所謂社服的機構的時候 不禁讓人懷疑 這個學校都辦不好了 你還要把它轉型成社服機構 你要照顧這些老人 或急需要照顧的人 那你是把我們的長照當作什麼 當作是個刺激單位嗎 這就是也有人提出這樣的一個觀點 然後這些零零總總的部分呢 那我想呢 我們對於整個的條文裡面 私校的一個條例呢 我就特別把它提出來 第一個 就在第12條的時候 第12條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先提醒一下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私校退場 跟之前我們討論的私校法 其實層次不太一樣的 因為私校法很多人會擔心 有過多的一個勞工董事 或是什麼樣的監事 進去之後呢 會打亂了整個私校的一個經營 所以大家就是非常的焦慮 但是今天的這個所謂的私校退場 我們必須要了解 這個要退場的層次上 這完全是已經病入膏肓了 它是急需要被解決的 所以它要被更強大的一個監督的一個機制 能夠來涉入來做一個更完善的一個 所謂的退場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兩個層次喔 雖然意義上是 雖然意義上是一樣 但是層次上還是有一個區隔 那我第一個就提出來 就在第十二條的部分 我們第二種認為 列為專案輔導的學校 除了有兩位的公益董事以外 其實呢 也必須要設置由全體學校教職員工 所選出來的勞工董事 跟勞工監察人各一人 我們還是強調 因為這個學校已經是病入膏肓的 這時候由最關心自己未來權益的 這個教職員來進入這樣的一個董事會 這完全是責無旁貸的 這沒有什麼好 特別需要去做任何懷疑的 因為呢 這是他們未來最大的一個權益 所以在第十二條的部分 我們認為是應該還要介入所謂的勞工董事 跟勞工監察人 還有呢 第十四條 私立大專院校庭辦主 如果你要改辦其他的教育文化 或是社會福利事業的話 那主管機關應該要限期的 命董事會重新的改組 由新的董事會在處理改辦事項 並且呢 我們希望是在三年之內能夠完成改辦計劃 以避免這個學校會藉著改辦的名義 來拖延這樣的一個實力 然後呢 第十五條 也是我們第三點我們提出來 在第十五條的時候 私立大專院校經主管機關 合定直接停辦 主管機關應該清算資產 解散董事會 重組公益董事 剛剛也有老師有特別提到 其實這個私校的這個土地 應該去釐清當初所獲得的部分 到底是如何 我本期是非常的贊同的 因為目前我們是看到 非常多的私校的董事 永遠告訴大家 這是當年他們的這個 可能不是祖先 只是上一輩是如何如何 所以今天即使要被解散 有多少的權益 應該由他們來做一個掌握 我覺得這東西 如果土地的這個權益 沒有被釐清的話 這樣的一個紛爭 是完全沒完沒了的 然後呢 我再次強調 就是說第十五條 已經被核定直接停辦的話 主管機關 那當然就指教育部 應該清算資產解散董事會 然後呢 重組公益董事 那他未來該如何 我想可以透過這個 比較更直接的一個處理 還有呢 第四點我們提出來 也就在第十三條的部分 有關於私校退廠基金 非屬於補助的一個性質 相關的費用 應該是由私立大專院校 來做一個負擔 畢業的時候呢 主管機關得先行澱付 學校得限期來做一個繳納 因為這個部分呢 也是考慮到目前 有非常多的一個私校 想利用在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也完全同意 應該會有一些的一個 你可能跟他說一個誘因 那這個誘因呢 還是得先釐清的源頭裡面 如何能夠讓這個董事會 能夠在一個合理的狀況之下 願意在沒有太大的紛爭之下 願意釋出他們所認為自我的一個權益 我想這需要有很大的一個溝通 我還是再次的認為 董事會有好有壞 而且我們絕對認為好的 當然是比較多 然後教育部當然也給予很多更好的資源 來好好的辦學 但是呢無可否認的一些不良的董事會 的確需要更強力的一個監督的力道 那設置幾名的勞工董事跟監察人 是否可以達到這個所謂監督的目的 包括董事會的改選解散跟重組的一個時機 到底是放在什麼地方 或者是如高教工會所主張的 在列為專案輔導的時候 就應該自動的來解散董事會這些程序 我想很多的這項的一個議題跟爭議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今天的一個討論 能夠好好來做一個溝通 大家都知道少子話等等這些問題 我就不用再去說了 我最後要提到 剛剛有老師也提到說 教育部的一個查的條文 的確讓人家早上一個誤解 那我也必須要說 今天我看到姚次長的報告 雖然寫得很清楚 但是這裡行間還是看到有很多是拼湊的 因為你們的少子話少子話 你仔細算一下 在那所有的報告當中 你的少子話 這個原由你大概寫的八遍以上 好不好 這就表示你當初沒有把一些的東西 做一個好好的一個統整 才會造成這樣一個狀況 謝謝 好 謝謝柯智恩委員的發言 謝謝 好 我補充介紹 我們全國教師公會總聯合會 我們的吳昌倫 歡迎昌倫研究員 謝謝 那接下來進行第四位學者專家的發言 我們有請世新大學我們的陳正亮 陳教授 好 我們準備PowerPoint 下一位是我們尤榮輝理事長 請準備 好 現在主席 兩位委員 三位委員 以及各位先進教育部的官員 大家好 我是高教公會秘書長陳正亮 那我今天要報告的題目是 退場問題跟解決之道 好 那我覺得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 要先釐清到底我們這個少子話 這個高教擴張 乃至於現在的退場問題 它的根源是在哪裡 第一個 世界各國差不多都一樣 因為教育是整個國家發展的根源 所以各國在教育的問題上 都是由國家高度規範管制的 並不是一個自由市場的狀態下 不應該用這個方式去理解它 那過去在少子話發生的時候 現在我們理解是1998年 99年那個時候 那發生的時候 教育部仍然持續維持一個 高教量的擴張的狀況 也就是說到2003年為止 還繼續擴張了接近20間 那這種擴張事實上是一個 沒有規劃的狀況下的結果 你資源沒有相對的投入 政策沒有相對的調整 沒有調整我們的生思比 所以以資源沒有相對的投入 導致聲援減少等於資源減少 失效必然走向退場意圖 也就是說當時的政策 就註定了現在的命運 因為少子話這個是不可逆的 這是國家過去20年來 政策失誤的一個必然的結果 到現在沒有一個部長去承擔 說錯了 這是過去我們錯誤的政策 非常可惜 真糟糕 這邊好像太遠了 對歡迎你 沒有時間會都給你 好過去的錯誤也就算了 在面對現在整個退場問題的時候 教育部還是以駝鳥的心態 把退場問題推給所謂的民間去管 為什麼呢 譬如說像是永達 他明明已經停辦了 但是他就是不接管 他繼續仍然維繫了這個私校董事會的存在 這個法人繼續存在 譬如說在這個花蓮的台觀 在苗栗的亞太 明明是公益董事 的接管的學校 還是把它賣給了財團 換句話說 他認為退場問題 只要把它推給民間去就好 所謂推給民間是什麼呢 他閉上眼睛 把財團 讓財團或原董事會 自己去退場轉型 然後他只要低度的介入 就可以了 他就是想要這樣做而已 他不想承擔過去20年來的錯誤 這個龐大的土地利 在未來失效退場的過程中 誘惑了 他等於是勾引了各種財團介入 所以你看到亞太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嗎 他誘惑所有的這些財團發現 這是一個可以吞食的國家的公共的資產 為什麼這樣說呢 前幾天我遇到一個宗教人士 某宗教人士 他說 你不知道嗎 我們現在已經買下了環球 即將買下環球的某一塊校地 那他調查過全台灣哪些學校要賣 所有這些財團一清二楚 這就是教育部他的駝鳥心態 造成的一個結果 老師跟學生於是在這些財團眼中 成為利益的障礙 想辦法要把它們清除掉 所以亞太的學生跟亞太的老師 就這樣被逼走了 小失學生跟校產成為這20年來 錯誤政策的犧牲品 公益董事我剛講了 譬如說是這個亞太 譬如說是台官 把學校賤賣給財團的 用各種方式把老師跟學生比走 集團他以他最高的理性的利益 這是他非常理性的選擇 碾碎了學生的受教權 跟教師的工作權 在校產應該要回收的期限 過去教育部訂定的退場轉型 辦法裡面應該三年之後 就要縮回永達的 結果他還一言再言 整個政策到目前為止 毫無正義可言 而近來已經延續了20年 我提出一個非常簡單的辦法 根本不用討論那麼多的辦法 無論任何原因 當學校無法繼續辦理教育 就應該由國家派駐公益董事 與師生董事 共同幫他接管下來 因為這個教育的目的 當他的目的已經消滅的時候 就不應該再繼續存在下去 師校董事會存在的唯一目的 是辦理高教 既然目的已然消滅 就無存續的必要了 現在討論為什麼還要討論 他接下來要幹嘛呢 這些校產就由公益董事 把他捐給國家設立基金會 事實上我們基金會也已經通過了 預算也已經播了 只是我們這個法案還沒有過 所以還沒成立基金會而已 學校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學生在原校畢業 他的資金可能會不夠 因為學生人數不夠 所以我們老師不夠 設備可能有問題 這個就由這個基金會的資金來挹注 學生畢業之後 學校使得停辦 沒有一個學生的受教權 在這個過程中 會受到任何的影響 參考勞基法 對老師而言 建立教師的資遣制度 現在老師的資遣是沒有資遣費可以拿 他只有原來的私校退府跟公保而已 但是像我們勞基法 事實上是有勞工的資遣制度的 那我們完善 把教師的借聘功能完善化 保護我們的高教人才不要流失 我遇過非常多的高教人才 在不同的學校裡面 因為學校辦得不好 他們明明是個很好的老師 被大陸挖腳過去 然後跟我說 你要不要一起也過來啊 再這樣一個帶著一個 一個帶著一個 就是我們高教人才流失的根源 就是在這裡 校產由基金會統籌分配管理 作為改善台灣高教的重要資源 你將來要轉型也可以 這塊校地要轉賣也可以 但是就不能夠賤賣 而且是在高度公共監理的狀況下 來完成的 這些錢拿來挹注我們台灣的高教 不是很好嗎 所有的利益 在我提出來的方案裡面 所有的利益皆會被保護 第一個 國家負起了應有的責任 該接管不收軟 全部接管回來 當它不能夠再辦學的時候 沒有第二句話 就把它接管回來 整個高教資源得以擴充 透過這些收進來的錢 我們算過幾千億是 跑不掉的 因為過去這些資產其實非常多 整個高教資源得以被擴充 學生的受教權 沒有一個學生會被逼走 沒有一個學生會因為財團要介入而被逼走 學生受教權被完整的保障 他在原校畢業 他也不會有私校轉到公校 轉到其他學校去的各種的問題 這些都不存在 對家長而言也是最好的保障 魏老師建立了一個借聘制度 跟支遣費的補償 同時也保護了我們台灣的人才 不會外流到其他的國家去 最後財團沒有吞食 我們公共校產的機會 這樣說吧 過去這些原有私校的董事會 他的利益在過去早就實現了 大家也都知道吧 他們該吞的都吞了 該拿的也都拿了嘛 他現在還要什麼東西呢 如果我們把這條路給他封住 學校沒有辦法辦下去 就是收回來 就是接管 自然也就沒有財團會去吞食我們的土地 如果教育部跟立法院願意這樣做 我這個學習可以馬上辭職 專門來做接管的工作 我可以未來專門來做接管工作 如果我是往這個方向做的話 我教師也不幹了 我會可以為台灣保護幾千億的財產 以上 謝謝尊亮老師 找好下一個服務的崗位 辛苦 謝謝 謝謝您的意見 接下來第五位的發言 我們有請 我們游榮輝理事長 好 歡迎理事長 是 看哪一邊你方便 都可以 來 大家好 我代表全國私立學校產業工會 來發言 那我們知道我們現在的 私立大專院校 總共有一百一十二所 大概佔我們全國的大專院校的 大概七成 我們負擔負了七成的一個高照的比重 所以 今天我們在定這個私校 私立大專的轉退的條例 實在攸關我們將來的高校的品質 我們很了解到 現在的市場供需的失調 那我們也了解到教育部 他公佈這個註冊率 讓一些後段的學校 變得更加的困難 那接下來 我們來定這個轉退條例 我覺得它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安寧病房的條例 讓我們的私立學校 進到一個安寧病房 來專門處理這些 後段沒有辦法經營的學校 我們公會也認為這樣是可行的 因為我們的私立大專 實在也數量太多了 在少子化的情況下 我們的裁員 越來越少 我們的教育品質越來越低 我們也贊同說教育部 能夠積極處理這些後段的學調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請教育部來特別注意 這個 一定要注意到三點 第一個要保障 學生的受教權 第二個要能夠保障 私立學校教職員的權益 第三個要能夠確保 這個私校的公共性 能夠維繫下去 我們發現 教育部這個轉退條例的條文 寫得非常的好 文字非常的盡善盡美 但是呢 裡面的宣誓性的條文很多 我們發現 圖法不足以自行嘛 我們發現最大的問題 還是在教育部 它的執行能力 是不是能夠落實 這樣的一個轉退條例 落實下去 能夠讓我們剛剛說的 學生的受教權 老師的工作權 跟我們的學校的公共性 能夠保障 我們覺得教育部才是關鍵 我們從現況來看 台灣觀光學院 亞太創意學院 以前的永達技術學院 教育部這種消極不作為的態度 根本我們 就算這個轉退條例能夠通過 我覺得我們還是很悲觀 我們不認為說 光是靠這個很漂亮的文字 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呢 我覺得 我覺得 教育部還是要應該是 積極的 用這種積極的態度去處理 我們這個私校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 針對這個 保障受教權的部分 我們提出幾點看法 第一個 在 在 草案的第十一條 有規定說 專案輔導學校 應確實保障 現有學生的受教權 我覺得這文字蠻漂亮的 主管機關協調鄰近學校開班授課 這文字寫得很漂亮 第三條說 停招人 持續 停招後 持續 開班授課 然後協助學生來安置 補助學生相關費用 還有第十八條 設置基金來補助學生的 轉學的相關的費用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好 但是 就現況來看 就現況來看 教育部就可以做的 但是就沒有做好 我們發現 永達技術學院的學生 他被迫轉學 有些甚至被迫休學 台灣觀光學院的學生 一開始 還沒有入學 就被迫轉學 而且這個是教育部默許的 我覺得這樣子 怎麼能夠保證我們 學生的受教權呢 亞太創意學院的學生也是一樣 被迫轉學 現在還有高美一專 也要停招 那些學生 就被通知要轉學 他們的受教權如何保障 我覺得 我會有很大的疑問 所以就算文字定這麼漂亮 但是教育部有沒有去落實呢 我覺得應該讓每一個學生 從什麼學校進來 就應該保障他從什麼學校畢業 這個是學校跟學生之間的一個契約的關係 也是我們教育部應該負責任 讓每個學生能夠順利的畢業 那在教職員的權益的保障方面 我覺得這個條例非常的不足 我覺得這個條例 有考慮到學生的受教權 也有考慮到學校的轉型 但是呢 我發現教職員的權益完全沒有保障 所以我說這個轉退條例是 私校的轉型 但是是教職員的退場條例 私校的轉型 教職員的退場條例 因為我們看其中的條文 第六條 他說呢 對於仍然願意繼續任教的教師 應優先協助到適當的工作 這個也是訓示的條文 宣誓性高於十之一 對於有意投入研究機構或產業服務者 應了解其培訓需求 協助其參與就業服務機構 提供訓練媒介服務 這個也都是說 所以我們從現況來看 很多的學校目前就在做 之前老師的動作 產生很多的超而教師 學校根本就是消極的安置 然後積極的之前老師 我們看這個條例的條文 就算這個條例這樣定下去 我不認為說學校能夠 會按照這個條文 能夠積極安置轉介我們教職員 我覺得教育部應該定更積極的辦法 是不是能夠培養我們教師的第二專長 甚至來建制轉介的平台 讓我們私立學校的老師 能夠繼續在我們的教育的場域 能夠持續的工作 而不需要去大陸被他們挖腳 而不需要被迫中年事業 我覺得教育部應該這一方面 應該要多多加強 那第十五條規定 私立道章院校經主管機關核定 直接停辦或者停止全部招生後 教職員依相關辦法 退休或執遣 我覺得這個根本就是以公權力 來命令我們直接強迫我們私校教職員來執遣 我們知道我們私校教職員 現在資遣根本 學校根本不用出一毛錢 我們只是提前把我們提存在 我們的公保 我們的私校退府的個人賬戶的一個 退休準備金 當作是我們的資遣 我們根本就沒有資遣費 怎麼會叫做資遣呢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假資遣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應該還是要有一個 一個優退的機制 還有一個或者是失業給付的機制 讓我們私校教員的權益 能夠更獲得保障 謝謝 好 謝謝由理事長 謝謝 接下來我們再請行政院法規會 黃英妮 黃三世 那下一位是中華大學的林立山主任準備 好 請 謝謝 我今天是本著學習的態度來聽聽 所有學者專家跟貴院立法委員的意見 那了解一下立法政策有什麼地方疏漏 我必須承認我有參加這個法律案的眼裡 因為從行政院退休以後 我到幾個部會擔任法規會的委員 所以這個案子我在教育部法規會有討論過 其實剛剛大家都已經講過了 就是說現在學校的退場是迫在眉睫 但是站在一個公務員 曾經擔任公務員的立場 我必須說我們希望國家進步 也希望人民能夠得到保障 所以我們在引領這個案子的時候 法規會在討論的時候 所有的委員都站在不同的身份的立場來表達意見 包括教職員工的利益 這是第一個要討論的 第二個就是學生的受教權 再來我們才是討論到說 那學校辦學的人那些董事會整個法人 他何去何從 這個我真的是憑我的良心講的 第二個就是說我相信當擔任公務員一輩子 我做了三十幾年在院裡頭 那這個公務員接觸的有限 所以有很多政策可能不能符合人民的需求 所以今天舉辦這個公聽會 我也很高興來參加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也許大家從很多表面上看來說 部裡頭的公務員還是各部會的公務員 怎麼這麼消極 怎麼都不曉得人民的疾苦 其實有很多地方大家看不見的 我就舉一個例子 剛剛有高教工會所講的 還有幾個代表私立學校或教職員工講的 其實我都覺得是事實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有很多的 你看私立學校法有關私校諮詢會的 他的角色 你每一次提到私校諮詢會 要怎麼樣來處理這個私校的問題的時候 你知道私校諮詢會很多是辦學的人 他們也考慮到辦學的辛苦啊 很多案子 我想今天楊師長在這裡 很多案子他一直講一直講 剛剛高教工會還有其他的所講的 要怎麼解決要馬上立刻要怎麼辦 可是都過不了耶 所以剛剛我看到一個有一個學者 他有一個書面意見 他說欸這裡面的條文怎麼沒有像私校諮詢會這樣的組織 其實私校諮詢會現在很難開得成 我也不怪他們 因為大家 大家的立場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真的非常在意這些教職員工的利益 那我要講說今天這個立法有必要 為什麼有必要 因為剛剛高教工會講得很好 他說接管以後 董事 應該要由教職員工的代表 這個我不反對 這個要看看我們所有的人 大家的共識在哪裡 可是這一件事 你要完成它 也要有法律的規定 否則我們沒有依據來辦 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很多學校已經必須到專案輔導 要趕快要不亂戲啊 老師沒有工作不打緊 學生也不知何去何從 家長的心情就像螞蟻 熱鍋上的螞蟻一樣 大家都很煩惱啦 一件事在新聞媒體出現 你別想要再辦下去了啦 下學期就沒有人要來註冊了啦 所以這個都是互相音訊 這個是惡性循環的啦 這是很不好的 所以呢現在部裡頭有很多 必須要列入專案輔導 譬如說他的財務要怎麼樣 限制他來利用 這些沒有法律依據都做不到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希望 就是說我們的立法委員諸空 如果你們有更好的政策 或更好的一個配套 來完成這個立法 這是我最喜歡看到的 好謝謝 謝謝 好謝謝我們黃英寧黃參是 接下來是我們中華大學的 林立山會計主任 是 勞煩您主任 那接下來的發言順序是李月木 我們請問 好謝謝月木 好主席各位委員 那還有各位專家學者跟參與這個會議的一些教育的教育界的一個先進 我想就我個人的立場 我是在先後已經這是中華大學 是我第三個服務的私立學校 那也都擔任過會計主 都是擔任會計主任 好除了有一個學校是有兼那個主任秘書 那但是在這段時間內 我同時也有兼一門課程 好有關會計方面的一門課程 所以 對於整個學校的財務狀況也好 或者是說 學校的教學狀況也好 我大概應該都有 稍微有點涉獵在這個裡頭 那如果就我個人的立場 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專家學者 也都是在私立學校服務 相信就個人立場來講 最好私立學校通通都存在著 可以讓我保障讓我安穩的做到我退休 我想應該很多的一個立場應該是這樣子 讓我家裡可以責無旁貸 但是今天我想大家各位先進 各位專家學者 大家剛剛都已經發言過了 其實今天大家都知道 該不該有學校這個私立大專院校退場 我現在完全跳脫我個人的立場 我來反映一下這個狀況 其實今天我們講說 今天這個狀況已經是少子化 不是各個學校的教學好不好的問題 完全是經濟的供需的問題存在 所以勢必就會影響到一個 今天當你供需少子化了 學生少了 相對的影響就是什麼 學雜費就減少 學雜費一減少 大家為了要讓他那個 只好先cost down 那一cost down下去 就是影響到的就是 所謂的教學品質 我想這個就是 所謂基生蛋蛋生肌的問題 所以今天這個問題等於就是說 我們要不要讓他這些所謂的學校 辦學比較不好的學校 是要讓他繼續存在加護病房 還是送到愛寧病房去 我想目前應該的問題應該是在這裡 前陣子有聽到一個我想今天在這種教學品質 前陣子我曾經去看大家剛剛都有提到的一個詠達 曾經把英文課資訊工程這種專業課程 跟著通識課程的英文課一併上課 這種我想請教一下大家 教學品質會不會好 好這個是很很實際的一個問題 所以想前陣子聽到一個日本的一個笑話 我希望它是一個笑話 不是是諷刺台灣 現在他很早期他不希望台灣的人去參觀 去觀摩 因為回來馬上就學會了 現在呢 他倒不排斥台灣的人去觀摩 因為就是讓你站在生產線上 看著你都看不懂 我想這個是 我真的對台灣來講是不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日本對台灣是不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但是這相對來講 可影響到的就是我們的整個的教學品質 然後呢 接下去就是產業的一個教育一個趨勢一個需要 那今天我想今天除了一個 學生的受教權政府責無旁貸 我想今天這個是為了整個國家發展的一個根源需要 受教權絕對是政府該責無旁貸應該要的 那除了這個是屬於公益事業的一個原則之外 我不知道就是說其他的四項有哪些是屬於公益的一個性質 如果說我們也全部把它用公益的性質來比照的話 會不會引發到其他產業 我也要比照這樣子來 大家政府都要你來接管都要你來那個 我想這個可能是我們在立法的話 應該也要很深刻的去考慮到這個問題 那回過頭來就是有關講到就是說 這個對於這個條文 原則上大概 我們來看看因為對於在第17條裡頭 已經有把這個老師這些的 受那個債權的一個受償順序 也比照其他的一些私立部門 私立公司優先於普通債權及五單堡的一些債權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對於老師的一個債權 應該是有相當相當的一個保障 那但是對於就是說如果是不管退場或者是轉型之後 其實就是學校有能力去轉型 老師的專業有沒有辦法適合在這個轉型以後的那個去繼續生存下去 我是覺得這個也是值得考慮的部分 所以不是說轉型或者老師會有工作 可能一樣也是沒有工作 我想這個是會面臨到的問題 但是政府部門倒是要想辦法協助這些 如何我相信老師都是博士 應該這個要學習要那個接受度應該都很快的 那另外再來就是說 有關剛剛的第七條 大家都有提到說全校學生人數3000人的這個問題 那當然這個是有經過一個調查的一個研究報告 那3000人是有考慮到一個學校需要的一個固定成本 我想這個是在我們會計學上來講 一定有一個固定成本 那才是其他的才是會變動的 是因為學生人數的增減會去減少的 那這個3000人是會定定這樣子 是一個這樣子的原因在這裡 那倒是對於所謂的註冊率這個部分 我倒想建議不理頭這邊要不要考量到一個 因為現在各個學校可以採所謂的寄存 一寄存我父母小了 當然相對著我的註冊率就高了 所以看到曾經看到蠻多的學校 他的學生人數其實是一直在盪 一直在降 可是他的註冊率是升高了 那他可以因為這樣說 因為我註冊率已經有超過60%超過70% 所以我不受這個限制了 我可以逃脫掉我所謂的退場輔導的這個命運 那這個部分我倒是想利用這個機會 也顯示說在定這個地方 有關於註冊率的部分 要不要另外有所限制 那當然有關財務的部分 我知道不理頭現在大概有定一些 根據這個條例 將來定案就會有一些細部的一個規範 一個考核的一個依據 那我相信如果那個依據如果定出來的話 相信會指標對大家是一個公平一致的一個處理方式 我想學校這邊應該是應該都可以接受的 那這是以上是我個人的一個意見 謝謝 好 謝謝我們林立山的林主任 那我再補充介紹 現在到場的有一手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的 吳明孝 吳教授 歡迎 好 那我們接下來發言的是 看一下 喔 景文 對 我們科技景文的這個黎月牧 黎教授 請 下一位是輔大戴博芬老師 請準備 在場的各位先進大家好 這個身為私立學校裡面的這個教職員 那剛才聽到很多這個先進的這些朋友們 他們所抒發的一些關於私校教育改革的一些 相關的這個一些看法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拿到這個條例的時候 剛才也已經有很多先進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條例裡面 當然也有關於這個 如何要對於我們現在 所面臨急迫的這個改革的這個問題 比如說像 我們現在有三個部分必須要去釐清的 第一個是 學校的這個資產 然後再來就是所謂的財產權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個是學生的受教權 以及我們這個教職員的這個工作權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這個所謂的這個三權 必須去加以這個重視 那當然在這裡面 在條例裡面我們發現到就是說 有些這個條例的這個條款裡面 它對於這個教職員 或者是學校的這個轉型的這個部分 它事實上是很重視 那對於學生的受教權的部分 尤其是這個轉學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轉學當然它裡面有稍微提到 可是有沒有一些具體的做法 或許在未來的授權命令的時候 我覺得法律授權命令的時候 它可能會在裡面多所琢磨 可是我們在這個條例裡面 並沒有看到對於學生的轉學 其實學生的轉學有很多的問題 現在很多都是 叫做鄰近的大學 可是事實上是不是這個 它所需要的大學 或者它所需要的科系 以及它轉學之後 它的學費的繳納的問題 它要不要再繳納 事實上這個在日本的 這個他們有所謂的 學生的轉學資源的這個相關的團體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這個 條例的一些規範 這個事實上是有的 所以說 對於這個學生的 他的轉學的這個部分 他們也投注了相當的經費 甚至還補助他們轉學的 這個經費的這個部分 那至於說這個 我們剛才看到就是說 在大學條例裡面 如果為了要轉型 會委託所謂的專業團體 這邊的專業團體 並沒有做一個 比較深入 或者是說比較 比較明顯式的一些 一些這個規範 那剛才講的 這個好像都是屬於 訓事性的這個條例 那因為這個專業團體的部分 在2011年的時候 你韓國它就有所謂的 大學結構改革會 那大學結構改革會 它所加入的團體 非常的多 那包括所謂的政府機關也好 或者是所謂的律師 會計師 產業界的代表 他們叫做 我們台灣叫做評鑑委員會 評鑑的這個機構 那他們叫做所謂的評價的這個協議會 那甚至是公立大學 或者國立大學的協議會 也就是說他們納入了非常多的 不同層面的一些相關的這個團體 來這個進行所謂的這個大學結構的這個改革 那我們的這個專業團隊的部分 會不會讓人家這個所信任 那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你要不要廣納各界 也就是說甚至啊 我認為說 未來委託專業團體的時候 是不是也要包含這個所謂的學生在內 那因為他們 比如說未來他們轉學之後 他們的這個學分抵免承認 那當然相關的問題 甚至他們還有所謂的獎學金 還有我們所謂的助學金 這相關的問題其實涉及的層面也很廣 可是我們現在就是 好像請他這個轉學就好了 那也沒有這個 對於這個相關後續的一些 應該協助的工作多所琢磨 可是在日本他對於這方面 他其實是很重視喔 那至於教師的這個工作權的這個部分 我們這邊有講到 就是所謂的那個 我們所謂的獄警制度好了 就是說他列入專案輔導 日本也有所謂的獄警制度 他們分成三個階段 他們有所謂的經營困難階段 然後還有這個所謂的智力 智力經營困難階段 智力重整經營困難階段 還有一個是破產階段 那麼根據不同的階段 他們有不同的轉型的輔導的方式 我們這邊雖然說在第七條裡面 也有規定到說那個經營 就是要列入專案輔導學校裡面 其中有一項就是說 如果各系所願 他的這個教學品質 如果不好的時候 那這個教學品質 有沒有包含這個所謂的深思比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就是說 我們的深思比 私立學校是越來越高 那雖然說 教育部他有 過去他有規定說 23個 就是說所謂的這個深思比 現在規定說 日間部要23 那 這個深思比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美國他只有15.8耶 日本只有10點多耶 那個深思比 那深思比會影響到什麼 會影響到教師跟學生 就是 這個教師跟學生之間 的這個數量 那他的這個品質的提升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 把深思比下降的話 其實很多學校 他會不會面臨到所謂的退場 或者整型的 抱歉 那個轉型的這個部分 那 或許深思比這個一條降之後 那 學校他會發現到就是說 這個其實需要很多的這個教師 也就是說學校其實事實上是可以 經營的下去的 而不是像現在 所謂的好像 非常的這個危機 雖然說也有危機存在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這個 除了深思比的這個比例以外 這裡面沒有講到這個 所謂的大學之間的整病的問題 不管是你公立大學 轉型包括不包括整病呢 包括公立跟私立的這個整病的問題 那我剛才講到就是說 私立大學有可能整病啊 我們也有那種私立大學整病的一些案例存在啊 那 他甚至是一個經營者 他有好幾個學校啊 那你要不要讓他作為這個整病 那整病之後 我剛才講到就是說 他會提升他的這個教學的品質 或者是說 對於他整體的教學的經營績效 會不會有所提升 那要不要有公立跟國立 我們現在公立跟國立的整病是有了 那私立大學要不要去協助他呢 協助他來這個整病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這涉及到的層面非常的廣泛 包括這個經營者他願不願意 那有沒有提供相當的這個誘因 因為只要一整病之後 就不會在市場上 好像大家都是在拼命的搶招生 那未來的時候這個招生啊 這個我們大家可以這個 比較在一個正常的環境之下 去進行所謂的這個招生喔 那對我們整體的這個教育的這個品質啊 也會有比較好正面的注意喔 好 謝謝各位 好 謝謝李月牧李教授 謝謝 接下來發言的是福大我們戴博芬戴教授準備 那下一位我們請吳昌倫 昌倫請準備啊 謝謝 吳委員還有姚次長以及在場的各位先進大家照 那我想這個議題其實在場的人都意識到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而且其實關乎台灣未來社會轉型 以及轉型正義的問題 這其實也是我們的執政黨最關心的問題 那首先我想 欸 還是不行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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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好 可以 我想 我想 退場有幾個重要的考量 其實是以董事會的治理為核心 然後要去處理教職員 學生跟校弟三個問題 那這裡面我想在這個退場條例裡面 大概就分別就這部分做一些討論 那我想以下的報告我也是扣著這個 現在目前條例所提出來的這些想法 提出一些意見 那 首先我覺得 可能各位先進不曉得知不知道 2017年8月4號 教育部再次核定 德林、東方、崇佑跟台北海院 四所、技專、升格成大學 使得台灣的大學來到130所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令人訝異的事情 全台灣所有人都知道 台灣的大學過剩 可是我們的教育部 依然在做 技專、升格的動作 這件事情顯示一件事情 過去台灣 大家都說只有一所大學 叫教育部大學 可是現在 我們的教育部大學 卻變成一個 專門在讓 技專、升格成大學的教育部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那在整個退場 跟轉型條例裡面 我們看到的 這個退場跟轉型 涉及的不只是高等教育的問題 還包含 文化部跟衛福部的業務 所以 按照原來的 這個私校法的設計 退場之後 學校不辦學之後 因為土地來自於各個 有些是來自於工部門 有些是來自於軍方 不完全是來自於私人 所以呢 退場之後為什麼要把 解散之後要歸地方政府 所有就是這個原因 那當然如果在這裡 我們要提這個 有關轉型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主管機關 也不應該只是教育部 我是強烈建議 應該思考在 行政院的層級底下 成立一個跨部會的 局科室 就是包含 教育部文化部跟衛福部 來同理整個 如果高等教育要轉型的問題 因為高等教育轉型之後 它可能衍生的問題 變成是衛福部 我們的長照 不同的機構 在市場上 競爭不平等的問題 或者是文化部 要怎麼去 統理文化事務的問題 那另外一部分 退場的部分的未來 假設它轉型成 長照的組織或 地方的文化的企業 那基本上也會 跟地方政府有關 所以我們目前的這個 退場轉型的主管機關 指列教育部 我覺得是不足的 因為教育部 根本沒有辦法管到 文化跟衛福的這些事業 更何況 教育部連自己 內部的教育部的事務 都心有餘而力不足 那其次是 那其次是對於 輔導要件的部分 因為整個退場條例 最重要的是要 這些學校趕快退 可是退場條例裡面 都沒有落日條款 譬如說 退場的輔導要件 假設聲勢比不夠的話 那到底要給它多少時間 改善 我們完全都沒有 開放性的等到它改善 輔導改善 輔導改善 那就以拖待變 每個學校都會這樣 所以我會強烈建議說 所有的這個 對於這些學校的監督機制 都要有一個很明確的期限 而不是說 輔導輔導 但是是一個開放性的 沒有任何期限的 讓它可以不斷的 以拖待變 那對於學生受教權的保障 我覺得教育部 其實不用等退場機制 就可以對現在 有違這些 學生受教權的大學 展開一些整頓 包含 手中最重要的武器 就是 把它的招生員額拿掉 所以我們已經看到 新聞媒體爆出一大堆 弊端除了大家前面說的 花蓮觀光學院 開學日要學生轉學之外 還有一些幽靈學生 幽靈招生的 這些已經非常嚴重的欺騙 有詐欺教育部 詐欺全民 詐欺學生家長的這些事件 但是卻沒有看到教育部 很明確的 譬如說要建立獄警機制 哪些學校是有問題的 那嚴重的狀況底下 教育部直接就扣除 拿走他全部的招生員額 他其實就等於形同退場 根本不需要等到 這個退場機制出現 那再來前面也有 所謂先進談到說 那教育部不是幫他們擦屁股的 教育部幫他們 墊覆了一些 轉學生的輔導機制之後 如果這些學校自己還有錢 譬如說花蓮觀光學院 自己都還沒有賠錢 當然要跟花蓮觀光學院求償 沒有理由幫他們 蓋瓜承受這些 那對教職員的保障 我覺得工會系統 還有很多私校老師都提到 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轉型的問題 年金轉型的問題 但在原來討論這個 轉型方案的時候有列入 但是這一次又把它拿掉 我們會希望 我們的私校的老師 其實很多老師都反映 他們不是不走 可是他們問題是 他們只剩下幾年 就要退休了 結果因為這樣子被資錢 他拿不到他的退休金 那變成我們的私校老師 是年金孤兒 我覺得這是對私校老師 最缺乏的一個保障 再來就是轉型的審查程序 如果一開始說的 這並不是一個教育部的事情而已 要成立一個跨部會的小組 我覺得有關轉型部分 做任何公益使用都好 但是基本上 不應該是由教育部 一個部會決定 而是應該成立跨部會小組 組成專案之後 然後特別是要納入地方政府的意見 大家來看 這樣的公共使用 轉型的公共使用 是不是符合地方需求 才得以改辦 其他的教育文化 或社會福利事業 那對於 校地的處分 前面也有先進談到 其實我們的校地 來自三個 一個是私校自己 董事會買的 一個是私校 從公部門或軍方拿到的土地 第三個是跟台塘 或者其他地方政府租借的 我覺得這三個的處分方式 應該不一樣 那我覺得整個 轉型條例最大的問題就是 教育部沒有 沒有法寶 沒有那個刀劍可以用 所以 前面我說的 違反要扣募招生原了 或者是限期改善 那甚至是舊的 舊的私校法有 第32條 就是86年以前的私校法 教育部還可以對違規 情結嚴重的 更換他的董事會 或接管他 可是教育部現在轉型條例 把這些通通都取消掉了 所以我相信 教育部是有幸要辦 這個私校的轉型 跟轉型治理 可是我覺得 要給教育部一些武器 以上謝謝 好 非常謝謝戴老師 還有手上都給我們 很清楚的資料 謝謝戴老師 接下來我們請全教總的吳昌倫 那昌倫結束之後 有請我們一手大學的吳明夏老師 準備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大家早安 我是全教總的法務中心 研究員吳昌倫 那我想今天這個議題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全教總在這個議題上 也是非常的關心 因為這不僅是涉及到學校 也涉及到學生的權益 還有教師的權益 那我想這整個問題 這個整個條例的設計 我想整個主要幾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公益的原則 這一定是要 要往這方向來走 然後再來就是公共的監督的部分 那相關的權益 學生跟教師的權益 那我是覺得說應該是要 予以確保 那首先 那當然剛才各位先進已經報告過很多 那可能我講的也許有一些重複 那但是重複的部分也表示說 我是贊成先進們的看法 那首先先談公益原則 那我們本法裡面所規定的 第七條裡面的那個專任 對不起 因為感冒的關係 所以今天 專業 專業福祉島的部分 我們認為條件過於寬鬆 過於寬鬆 那因為 基欠工資都已經三個月了 那財務都已經失衡了 這時候還給他有一個專業福祉的機會 那我們認為這是非常寬鬆 那剛才先進有提到就是說 應該直接接管 那當然這是一個選項之一 那我們也不排除說直接接管 或者是專業福祉的這個條件 應該要再嚴格一點 不應該是 這麼嚴重的 才進入所謂的專業福祉 那第二個就是在校產處理的方面 剛才先進門也都提到很多 那我想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私立學校這個所謂的財團法人 它不僅是一般的財團法人而已 它是有教育目的 而且是投入了很多的公共的經費 包括收了很多學生 家長的教育的一些費用 所組成的一個財團 所以在這期內的最後的處理方面 我們是傾向於剛才有教授提到 應該是要限縮它的一個轉型 也就是說如果跟教育相關的 我們當然是認為是可行 那文化跟社會福利過於寬泛 我們認為這個有很大的風險 尤其是社會福利 這個可能就太過於寬 那等於把以前所投入的教育的經費 把它稀釋掉了 那等於變相的減縮了 這個歷連來的一個教育的經費 那我們認為說在這個轉型的範圍 應該予以在於限縮 那再來就是公共監督的部分 公共監督的部分 我們也支持剛才戴教授所提到的 應該要有一個跨部會處理的機制 因為我們不能只有讓主管機關 教育部來做這樣的事 因為剛才提到過 它涉及的可能是跨部會的一個業務 跟跨部會的專業 我們認為應該是要一個跨部會的一個處理的機制 那另外在於專案輔導 剛才提到專案輔導部分 我們也非常支持跟贊同 要增設勞工董事跟監事 那原因是私立學校 當然我們一直講說 學校教學自主 教師自校 這理念一直都有 尤其是大學自主的觀念一直都有 但是我們在私立學校我們所發現的實務上 其實大學的運作跟經營 大部分還是集中在於董事的身上 而不是在所謂的 校務會議或者學校的教師的一個身上 那在這種學校已經發生這樣重大的一個變故 甚至於準備要解散了 可能解散之餘了 那我認為學校應該要讓這些老師們 甚至職員工們 進入到這個所謂的 後續的處理的階段 也就是不管你是在專案輔導 或是在最後的處理 應該要這支援進去 那唯一一個方向就是要進入所謂董事會 實際學校一定是要進入董事會 所以我們非常支持跟贊同 要增設這個勞工董事跟監事 那另外在本條例草案的第九條 雖然提到說當進入了這個專案輔導之後 因為就是財務有顯著的困難 甚至欠發薪資三個月以上了 那董監事是不能置信 但是不能置信不代表不能拿錢 也就是說他可以支車馬費 支出席費 那當然辦法裡面這個條例裡面提到說 不得於約我們的一個規定 目前政府的規定 那我查了一下 目前政府規定 應該是這個有一個支領報酬的費用期標準 那這個標準是350萬每年 那各位想想看 他連薪水都發不出來了 積欠很多的債務無法清償了 董事會繼續拿錢 而且拿的錢是跟一般學校 正常學校運作的情況下 拿的錢是一樣多 那凸顯這很大的問題 都欠錢的 還董事會繼續領錢 這清何以堪 看在這些教職員工 跟這些外界的心裡 所以我們認為 董監事這個資金 雖然不能資金 車馬費以及出席費 應該要嚴格限制 至少不能跟一般正常的學校 沒有進入專業輔導的正常運作的學校 拿到一樣多的錢 這個我們是堅決是反對這一點的 那學生權益剛才也提到 就是重大權益 我認為是應該還是要在法律上 嚴格規定 在重大權益部分 那這部分應該立法上要在考量 不是通範的就是說應該要 要注意一下 什麼等等這樣的比較 不過具體 那教室權利的部分 我想也提出來 第一個就是優先協助 那在條例的第六點有寫說 優先協助其他工作 這部分應該是可以再明確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我們看到 私藝學校法七十二條第三項 他對於所謂積欠的工資或資遣費 他是最優先清場 勞基法二十八條 他是與第一順位的抵押權相同 但是在本條例的第十七條 他只有先於一般的債務跟未擔保 無擔保的優先債權 也就是只要有抵押權 他是排在後面的 他比原本私藝學校規範更不足 那比勞基法更不足 我們認為要保障教師最後被被迫 要離開或者積欠薪資這樣的情況 應該優先受場 應該比照勞基法 或者是原來私立學校法 應該優先來受清場 這樣才注意保障這些 已經失去工作這些老師的一個權益 那我以上報告謝謝 好 謝謝我們全教總昌倫的分享 來 我們現在進行學者專家的最後一位 是一手大學公共政策管理學系的 吳明孝 吳教授 那接著就請中嘉賓委員跟我們陳一鳴委員 啊 對不起還有 剛來還沒 好 那補你 好 稍後 7分鐘 7分鐘 是 幫吳老師準備一下那個powerpoint 有嗎還是沒有 OK 好 謝謝 謝謝 主席還有各位教育委員 還有那個教育部各位同仁 還有我們這邊各位學者專家跟先進大家好 好 那我是那個一手大學吳明孝 好 那很榮幸今天可以來這邊 大概就是提供一些個人的意見 那不過因為當時我接到這個邀請的時候 時間非常趕喔 好 那因為後來又過了一個假期 對 所以有些部分可能還有一些 不是看那麼仔細的地方 好 那可能再請大家多多指教 好 那首先我想大概在剛剛前面都已經有 各位先進大概針對目前的一個私校的狀況 好 然後還有整個少子化的一個情勢 大概已經有做出基本看法分析 那個人基本上也大概都是同一這樣的看法 那不過如果說就今天的主題來講的話 針對那個我們今天這個私校大專院院校轉型的這個條例草案 那我大概有幾點的意見 那因為那個其實我是昨天晚上才把書面一件先趕出來 那那個檔案其實有給我們教育文化委員會 所以事後可能大家還會再拿到書面 那我這邊大概口頭就跟大家報告一下重點喔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是在於 就法規範的一個設計上面 我個人其實有一些疑問啊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是 其實在這個草案裡面 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原來在處理私校退場的時候 本來私校法的機制其實本來就有 但是呢在這個草案裡面 它是另外等於說拉出一個特別法 那這個特別法的特色是 它把私立學校關於所謂的私立學校諮詢會 基本上就是把它架空 對也就是說如果走這個私校退場條例的私校退場 基本上它就跳過私立學校諮詢會 那這是我個人一直一直想不通的啦 對誰想不通是說 因為原來在私立學校法裡面設計裡面 私校諮詢會裡面 它有比較多元的代表來做參與 包括教室代表 好那當然學校法人代表 但是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審查機制 它可能就另外再定法規規定 但是它的那個組織怎麼成立 基本上目前查案 我就現在得到資訊 其實我看不太出來 那所以就是說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是一個我個人比較覺得疑問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要跳過私校諮詢會 那是因為私校諮詢會人太多 效率不髒嗎 還是有其他因素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第一個大的疑問 它的整個機制其實是排除私校諮詢會的 好那但第二個部分 當然這是屬於比較整體的教育政策的問題啦 也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容許私立學校 能夠改辦教育文化跟社會福利事業 那當然沒有錯 原來在私校法裡面本來它也有依據 那所以呢其實這一邊 它是事實上在私校法裡面 它是把它原來在這邊查案第三條裡面 它去做從那個定義喔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就是說有一個問題 第一個是法規範上面設計 首先第一個部分是第五條 好它這邊是所謂的學校法人可以申請改制 好但是呢我們第七條 又有所謂的專案輔導學校 所以我這邊其實的比較疑問說 這邊第五條是不是只要所有的私立學校都一體適用 也就是說就算沒有被認定為專案輔導 我就可以依據第五條開始啟動 但如果依據第五條的話 它又跳過私立學校諮詢會 也就是說又跳過私校法裡面的機制 那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說在第五條的解釋上 它是不是所有學校 不包括不只是所謂的專案輔導 好那這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那所以其實在教育政策上 回到我們剛剛前面談的喔 基本上我想這個應該是一個共識 也就是說私立學校本身它具有那個公益性 所以呢其實私校的董事會 它那個本質上其實它是一個公益管理人 就是說它不是一個資產的持有者 那所以如果它是一個公益管理人的話 其實根本理論上它其實沒有什麼 所謂的財產權保障的問題 那當然有沒有工作權保障這個有 因為大法官有做過解釋 但是其實國家能不能高度去介入 其實因為它的公益角色 其實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不過我們現在設計是在於說 因為退場之後 它可以轉型成其他的法人 但是如果還是同一個 就是說雖然在 就是說現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說 如果根據這個私校退場條例 有一個問題是 如果原來學校 所謂的學校財產法人 那他現在退場了 但這個財產法人 他就變身成另外一個設服的財產法人 但董事會還是同一批人 那其實這個部分 我就覺得可能是 目前這個條例裡面 我認為是最大的誘因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 如果是學校財產法人 他的資產 因為受施效法的嚴格管制 但是如果他只要可以轉型成功 他就可以脫離施效法 所以在教育部報告裡面說 這個不叫做誘因 可是其實這個是一個 蠻大的道德危險 那事實上 我想這也不是起人憂天 因為已經有一些案例正在發生 也就是說如果允許你去做轉型 那只要轉型過了 那我原來的土地資產 我還是可以繼續持有 還是同一批財團法人的董事 繼續是那個 但是他可能他不叫做 學校財產法人 他轉型成其他財產法人 那這到底OK 其實可能就是這個條例裡面 需要再討論跟商榷的 那最後我想 因為實際上的關係 我大概簡單 大概談幾個法條上面的問題 就是說 建議幾個部分是說 像我們這一邊的 包括像條例的第五條 有關核定改制 認定專案輔導學校 就他要被認定為專案輔導 那當然 這邊有一個相對私校法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那個要件 他的確是把他名列啦 不過呢 他的公共監理跟審查程序的透明度 我是覺得在這地方看不出來 因此我會建議 其實案子應該不會太多 我建議應該加入聽證程序 就是說你把整個資訊公開透明 那你讓最主要是說你讓利害關係的人 可以透過聽證程序去提供跟表達意見 而且這聽證程序是具有拘束力的 所以我想這部分也是一個建議 那最後包括那個第四條 第六條的受規範主體 我建議應該是明定為主管機關 就是說輔導老師跟學生權益的保障 其實應該是教育部的責任啊 那但這個有一個意義是說 如果他明定為教育部的法定義務 如果教育部的不作為可能要負國家賠償責任 所以我會建議說這個部分 當然是有一個對於教那個師生 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保障 那另外一個也呼應剛剛前面幾位先進談到 就是說其實教育部想要去做介入 但是他在法規設計上就是要限期改善什麼的 我建議是能不能增定法則 針對董事會的自然人 可以增定行政上面的法則 好那我覺得這部分 那不好意思最後一個是攸關老師權宜的 在這一邊的私校教職員的資遣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很大的問題是 私校教職員的資遣費 其實是直接把之前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的 私校退付的那個部分一次結金而已 它跟勞基法裡面另外提拨的資遣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說這個部分是針對現在 濱淋倒閉的私校 其實我會建議說這部分資遣費應該另外規定 而不是直接把我退休的 就是說老年經濟保障的年資 直接結清掉 因為這兩個功能是不一樣 資遣費是在緩和失業風險 可是呢私校退付基金 那個是老年經濟安全 可是我們現在變成是老年經濟安全 就當作是一個資遣 那其實這個部分在這個條例裡面 也沒有注意到 好 那我想因為時間關係 不好意思 耽誤一下 好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 吳教授 謝謝 那我們現在是最後一位的學者專家的代表 由我們亞太創意技術學院的湯仁忠副教授發言 那接著再請兩位委員 不好意思 謝謝 各位先進還有這個主席 我這邊呢我想用跟其他專家學者講的不一樣的方式 來跟各位報告 剛剛先進呢都是講這個條文的部分 這個理想的部分 而且也很務實 這邊非常感謝 但是我要另外要感謝的是教育部 大家對教育部呢都有一些可能比較嚴苛的要求 在這邊我還是要謝謝他 為什麼呢 因為亞太在這一年半裡面 所做的陳情 所做的抗議 所做的記者會呢 可能跟部裡面都有相關的一些相關的關係 那另外一個我要特別講的就是 我要這個證實我太太講的話 因為我太太呢在某一個會議裡面 有見過那個吳委員 那她說啊長得真是好 這個後來呢我們幾個朋友 就是推舉誰要去開這個會議 那我太太也在現場 她說你一定要去親自 confirm 一下 但是今天很可惜我位子剛好被對著委員 所以沒有辦法看得很清楚 當然玩笑話不能開太多 亞太他在這一年半裡面 因為董事會的更迭 所以呢產生了一些問題出來 在這一年半我們的老師大概走了60位 學生大概走了700位 當然這個部分呢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我們歸納以下 第一個新進來的團隊 所以他對於教育是非常的不擅長的 可以說完全門外漢 甚至在有一次的會議裡面 他大言不禪的說 我這個董事長 將來就是要傳給我隔壁這一位 隔壁這一位是指誰 是指他的女兒 他完全是用一個私人企業的經營模式 來對待這個學校 甚至他還有內籤 什麼叫內籤 我們一般學校有行政的流程 承辦單位簽給組長 組長簽給主任 主任簽給主密 主密簽給校長 很合理 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有簽給他自己董事長簽 這個我們已經反映了給 部裡面 部裡面似乎對這個問題呢 沒有太大的興趣 再來 為什麼我們會離退了 六十幾位老師呢 最主要是 他把我們的日間部的一二年級的新生 要求他轉學 這個也就是延伸到剛剛有提到的一些條文 這個學生被要求轉學 我們是不是有好好的輔導他 這個經費要由誰出 他的人際關係的不適應 他的這個學分沒有辦法抵免 他到別的學校所衍生出來的住宿費 誰要去負擔 甚至有一些抵免的問題 他修了八十學分 只抵了四十學分 多出來的他要延避 該誰負責 雖然我們學校目前還在亡羊補牢 但是呢 動作似乎慢了一些 這些 即將 這個 六十幾位的通人 已經被離退的 我在這邊跟各位報告 前天我接到一個朋友 他也是離退的朋友 打電話給我 他說 老湯啊 有沒有 可不可以找一百個博士 大陸需要 對外非常積極的要 需要這個 我們的人才 這不是就是會造成台灣的人才的空洞化嗎 我們為什麼需要把我們已經培養好的人才 到大陸去 我私底下問過幾位同仁有沒有興趣 還真的有興趣耶 但這是另外一種題外話 另外一個會造成這個因素 就是 併客 當然我講這些可能 在座的先進在各個私立學校 可能還沒面臨到 但是 你即將會面臨到 所謂併客呢 他就是把 類似的課程 甚至 不是類似的課程 也把它併在一起 像今年 有一個數據 我們原本要開49門專業的選修課 他只開了30 為什麼 因為他要節省經費 這個 該開的課不開 該併的課不併 不併的課要併起來 為了就是 要 請老師走路 所以種種的方法造成 老師離開 學生 離開 那另外一個就是 教育部 我們學校已經受教育部的專案輔導 但是呢 部裡面似乎輕易的放水 他只要求他做兩項的工作 第一個工作就是 土地的信託 第二個條件呢 就是償還老師積欠的薪水 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但是甚至 他一些我們要求的事實 比如說剛剛 對學生的輔導 對老師轉職的輔導 對於 教育部要求一億的 這個 金錢的 這個 投入 他都沒有做到 但是部裡面似乎對 這些問題呢 都沒有辦法 去完成 但是呢 部裡面還是沒有辦法 要求 這個學校 來解散 那最後一點 我必須要講的就是 我們董事會 甚至把拍掉 什麼叫把拍掉 輸了不認賬 高永光先生 但是我們的校長 他離開的時候 我們產生 就組了一個 校長領選委員會 我們 這個包括我 六位已經被領選了 但是呢 他卻 在一個會裡面 否決了我們 領選委員的產生 另外再選一個 領選委員會 所以呢 我稱他叫做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派人中 副教授的發言 辛苦了 好 我接下來有請 我們今天登記發言 來分享意見的幾位委員 我們先請中嘉賓委員 那接著是陳怡民委員 跟吳坤宇委員 一樣每位七分鐘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剛剛聆聽了許多 來自各界的意見 我非常的肯定 大家很清楚 特別公聽會 告訴了教育部 這個轉型跟退場 他想要做什麼 他能不能做到他要做的 還是他做不到他要做的 他該怎麼做 才能做到他想做的 但是我今天呢 想要談的是 剛剛我聽了很多發言 家父病房 安寧病房都出現了 剛剛跟張廖委員私下在說 看起來在教育部 這個條例眼中 未來的師大要退場 大概只有三種死法 第一個是安樂死 第二是折磨到死 第三個是變成植物人等死 好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條例非常消極 我要請大家看一看 這個條例沒有看到的部分 首先 我們到底要解決 眼前的問題而已 或者說把這眼前的問題 拖到以後 還是我們積極的 要透過這個機會 來完善我們教育的資源配置 那我來看一下前世今生 大家看一看 一個是台灣的龍頭大學 叫台灣大學 他在1928年 日本人成立了台北帝國大學 1945年改制成現在的名字 但是在1924年 早於他四年之前 日本人在高雄州 成立了一個屏東農業補習學校 創校了 1945年他變成了屏東農業職校 當然經過了農專 經過了技術學院 他現在變成1997年變成屏東科技大學 一個代表的是高等教育 一個代表的是技職教育 在日德的體制之下 日本人分得很清楚 我們台灣分得清不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高教師 姑且稱之為他管的是高等教育 他負責管70所大學 技職師負責管61所大學 稱之為我們仔細看一看高教師的 這70所大學當中 49所大概是直接成立的新的大學 或是老牌大學或學院改的 食物所是專科改制的 但是技職師的這261所當中 有44所是原來的商專公專 包括賴教授所屬的那所學校 剩下的還是維持專科的 大部分都是醫師負專改制的 好 那我們來往下看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時光回流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 在1992年的時候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北中南的分部 大學北部有16所 中部6所 南部4所 但是專科呢你看 南部有25所 中部18所 北部40所 我現在這個所屬是根據現在技職師 跟高教師所屬管轄的學校 他的前身來分配 但你看看高教師現在管的大學有多少呢 北部還是最多 16變成33 6變成15 4變成14 技職師管的呢 好啦 也很多了 科大 大學25 14 17 然後呢專科變得很少了 現在南部專科的部分 技職師管的只有9所跟2所 請問一下 教育部或者大家扪心質問 未來會被退場的私立大學是哪些 都是集中在技職師 管理的私立大學 科大 毫無疑問的 有人說 退潮之後才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我認為高教啊或者私大退場之後 就會發現中南部很可憐 本來還有這麼多的專科學校 等到這些學校倒得差不多了之後呢 南部的孩子只剩下寥寥可數的技職院校可以就讀 這就是我關心的事情 我不是關心世大退場跟轉型 我關心的是台灣過去的技職教育的學生 我們看下一張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學校的區分 專科消失科大成長 這兩條線我不用再說 關鍵的時刻 在1972年停止開放 1985年重新開放 到1996年大量的這個交叉就上去了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學生的比例 往下看 學生的比例 高中跟高職的學校做的變化 我們看一看這條曲線 現在呢高中 344 高職155 技職教育它的基礎是來自於哪裡 我們前段的高中職 所以從這裡我們看得出來 在大學及高中階段呢 技職教育能量不斷的衰退 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台灣技職教育的歷史 某個程度來講 我必須謝謝 早些年創設這些私立 學校的專科學校的創辦人 因為早年 國家集中精力在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集中精力把國家的資源 放在國立大學身上 但是人民所需要的高職 人民所需要的專科 很多是這些私立辦學的人 他所創立的 那時候台灣是製造業的時代 我們目前看到60歲左右的 這一批台灣的經濟起飛的扎實者 很多都是高工 很多都是武專畢業的 他們就是幫台灣打下基金支出 但是我們怎麼對待他 到現在他們這些董事長說 台灣找不到技職的人才 再往看下一張 我在舉我的家鄉為例 很不幸的今天我聽到的 心裡很難過 不過不但被提到兩所學校 高峰跟詠達都在我的選區 都是我從小 詠達是熟悉的學校 詠達的校友很多耶 黑手頭家一堆耶 詠達真的要號召校友喔 不會比台客大少啊 但是今天落著這個下場 賴老師說的好啊 詠達是這樣的 拖在單系啊 教育部怎麼沒有接管 這兩所學校解決之後 不要說解決 退場之後造成什麼問題 我們屏東的孩子 現在呢耍了專科 高職也活不下去啊 我們的孩子呢 都要到哪裡訓練 到高雄的中山工商訓練 屏東市的職高職 潮州的高職 紛紛要倒閉 因為沒有承接的學校 我們只剩美和科大 只剩大人科大 那這些孩子你看看 什麼樣的人會去念技職 家庭經濟弱勢的孩子 他要念技職要趕快就業 要幫助家用 結果他要比別人 花更多的時間等車 每天要耗費 兩個多小時以上去通車 每天要犧牲 兩個多小時的時間 人家念書 他在車上打瞌睡 他要耗費更多的交通費 結果他訓練的中山工商 最大的保證 不是辦學比我們好 是就業機會比屏東多 這樣的一個技職的發展 是不利的 是對偏鄉 是對中南部 是歧視的 我們看下一張 所以我們看到 原來的技職工專商專 變成了科大之後 現在就要我們轉型 同意他變成社福機構 請問孩子的受教權在哪裡 我們失衡的技職教育 要怎麼去回田 所以在這裡呢 我利用最後的幾秒鐘 要來呼籲一下 其實技職教育對台灣 不是只是製造業的時代技職 未來AI時代 未來人工會製造的時代 我們還是需要技職教育 技職要走哪條路線 這個電影的叫看見5%的奇蹟 有興趣大家回去看一下 講的是法國的餐飲的技職教育 多麼的精密 多麼的五星級的發展 怎麼培養人才 怎麼樣從高中高職 找到人才來培養 我們看下一張 所以教育部應該正式面對的 不是市立大學退場的問題 而是面對技職缺乏問題 市立大學退場之後 應該要回田地方的技職教育 歡迎這幾位教授講得很好 剛剛我聽到的 包括我那個鼓掌的 我們的那個湯老師 他們的陳老師 其實教育部呢 再跟接點時間 我覺得現在責備 現在教育部的主管官員是不對的 過去從1995年來到現在 這長達二十幾年的時間 教育部是失職的 一開始有月就講了嘛 在我們的少子化的過程當中 第一位 我們高教我們的教育部 還有同一大學增設啊 現在的教育部面對 這些四大怎麼退場 我們不敢做死亡宣告啊 因為死亡宣告 你就得罪了人啊 照說現在這些私人 捐資心血的 都要做死亡宣告 死亡宣告之後去幹嘛 可以捐贈大體啊 大體可以做什麼事情 可以做器官移植啊 可以造福下一代 教育部的無業遠中 沒有看到這些捐贈大體 宣告死亡的 他可以怎麼樣 讓我們下一個技職教育 能夠重生 有這個機會 所以這裡我非常支持 剛剛我們的陳教授說的 剛剛我們的湯教授說的 應該把這些退場的師大 按照他原來的章程依法 全部回歸到公共化 因為現在的董事 誰也提不出證明 當年土地是他買的 就像賴教授說的 這些基金 國家要投入加倍的基金 讓這些地區 重新設立公立的 或可信賴的技職教育 這樣子我們學生才有就業機會 這樣子我們這些老師 才有未來他貢獻所學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說 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藉著市立大學的退場 讓技職教育 能夠跟地方 業界能夠完善的接軌 這才是教育部 應該做的事情 而不在討論什麼 討論要不要宣告死亡 要安樂死 還是送去安寧病行 還是送去加護病房 還是插管 讓他被折磨到死 或者變成植物人等死 以上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中委員一樣的鏗鏘有力 好 接下來我們請陳一鳴委員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各位委員還有各位在場的學者專家 以及一些關心這個法案的草案的同仁 大家早 我剛剛聽了這個中嘉賓中委員的意見之後 我是很支持 我也是有類似的看法 首先我要講 就是其實 在這個私校的轉型 及退場條例的草案裡面 我覺得這就是很悲觀的 在做這樣子的一些制定 其實這個輔導 我們不希望只是不服它 然後就讓它倒 倒掉的倒 所以你這個第七條談到的這些 列為專案輔導學校 我們就這法條來看 我就覺得很奇怪的是 為什麼好像你整個的精神裡面 甚至你在說明裡面就是說 專案輔導學校公告後 師生均會知悉 然後怎樣怎樣 我的感受就是說 其實國內很多的學校 私立的學校 當初創辦人 他們是懷有很大的理想抱負 同時也希望回饋到這個當地的資 這個培養當地的一些資源 剛剛中嘉賓中委員提到他們屏東的狀況 我們高雄一樣在美農有一個高美衣專 本席在擔任這個立法委員這兩年 其實一直在協調協助辦校的 後來承接的這些一些個人 這些董事呢 來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發現了教育部 對於來到我的辦公室 在開協調會的時候 技術師的司長告訴我說 委員 我們今年的目標就是要砍掉十所學校 我聽得非常的悲哀 為什麼這是你的目標 砍掉學校 這是你的目標嗎 我覺得這不對 我覺得這不對 而且另外一點 高美衣專 減招的原因是說 他的這個學生 護理系的學生 考的那個考照率很低 我現在要講說 為什麼你追求的是考照率 考照率要高 只要一開始淘汰很多成績差的 考照率一定高 但是這不是辦校的初衷 高美衣專的校長告訴我說 他們希望培養的就是在地的 尤其很多是原住民 偏鄉的學生 他們不是追求考照率 他們追求的是就業率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 其實在偏鄉的地方 如果沒有這個學校 學生要到哪裡去念書 如果他不給他 scholarship 他怎麼有辦法能夠完成學業 完成學業之後 如果他沒有考上護理系 他照樣去長照那邊受訓之後 他可以變成長照服務員 他照樣可以就業 所以但是沒有這個學校 我們這偏鄉的學生怎麼辦 所以希望我們在天龍國的 這些教育部的官員們 好好地想一想 南北資源 教育的教育資源是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偏鄉的孩童 你們應該要好好來照顧他 所以我非常支持 就是剛剛鍾嘉賓委員講到的 退場應該也要考慮到 怎樣在輔導 所以輔導是很重要 輔導不是代表退場 現在好像感覺起來是 這些學校 只要進入到你這個輔導的機制裡面去 你們就會通知 什麼家長通知學生 然後周告大家說 那這樣子是正面 積極地去輔導他嗎 不是啊 你就是在輔導他退場 我覺得這不對耶 在這個輔導 進入到輔導之前 你是不是應該有另外一套策略 協助他能夠好好的 真的是可以繼續留的下來 存活的下來 更不要講說 今天一所學校 為什麼一定要什麼三千人以上 才可以生存 這我覺得這也不對 有些他其實小而美的經營 難道不行嗎 更不要講說 現在有外籍生 有陸生 只是你不開放而已嘛 只是你一直就是很多的限制而已嘛 所以造成他現在招生的困難嘛 如果甚至是這個學校是扶不起的阿斗 我同意你可以這樣子來走 但是在進入到這個之前 你必須做好你的選擇 你必須做好你的調整的方案 你不要就是扶著讓他倒 不扶他讓他倒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心態 千萬不要用天榮國的心態 來對待我們的偏鄉教育 技職的教育 這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 更不要講說 我覺得教育部在過去這三十年來 已經讓我們全國的高教 其實已經建置得非常的好 不管是卓越的教學 整個的分享 還有甚至是很多的高教的聯盟 我在高一當副校長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做很多的高教的 這個申請案的時候 我們都有關心到其他周邊的其他的院校 大家都是有教育資源 都是去做到分享 不要講別的 我去拜訪中山工商的時候 剛剛其實我們中文也有提到中山工商 中山工商的校長跟我說 我們學校其實也是有拿到專利的 但是這個專利常常就沒有拿到 因為我們不曉得 怎麼去做專利的這個技轉 那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其實需要更多的院校 大家來協助他 所以他也可以做到技轉 那但是回頭來想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今天的狀況就是 整個的氛圍都是很悲觀 但是拜託一下教育部 你們必須要好好的來思考 你們怎麼樣能夠 organize更多的supporting team 支援的網絡 讓這些已經面臨 招生不足少子化的情況下 他們可以有其他的聲援 這個就是國際化的部分 這個也就是陸生來台的部分 更不要講說 現在雖然兩岸的氛圍 是在一個比較冷凍的情況 可是你們知道說2020之後 我們國民黨不可能會再回來執政呢 如果再回來執政 再開放陸生來台 那整個的教育體制 不是又會蓬勃發展嗎 所以我會覺得 大家要往前看 不是什麼事情 都是在做限制 都是在做消極面的 來這樣子的讓他退場 不扶倒他 然後就是讓他倒 我覺得這是很要不得的一個心態 所以以上我希望 教育部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積極的處理之前 請你不要這樣子 消極的去這樣子 去做這些措施 你一定在說明裡面要講說 師生軍會知悉 家長怎樣 我覺得這是很要不得的一個狀況 你應該要有一個前置的準備期 至少能夠讓這些學校 先接受你的輔導 甚至有辦法讓他們可以再站起來 這才是更積極面的處理 那當然最後另外就是一個偏鄉教育的問題 如果一定要這樣子做的時候 教育部也必須要拿有一些辦法 能夠去讓偏鄉的教育 能夠因為你這樣子的這個學校的消失 而你還是有辦法能夠照顧周全到我們偏鄉的小朋友 以上謝謝 好 謝謝陳英明委員 好 接下來有請吳坤宇委員 好 主席 各位先生 大家早上 我是吳坤宇委員 抱歉 因為我在樓上 你心空氣汙染防治法 所以操控就要翻炎一下 所以省大家的時間 抱歉 當然因為我也是從大學來 我並且不像我們陳英明教授比較厲害 他在美國回來就都在陽明 退休之後去教育 我明明我是回來在中國藝學台行 所以我收入的 還沒後來國立的教 所以我早期在中國藝學台行 我就覺得這是 我們是蓋藝學 因為我以前在台書在台書 屬於台書其實都蓋藝學的經營 就都老闆一個人當事長 校長有時候要沒有什麼管理 要看當事長 有種種的一些 所以剛才大家說的 我都很認同 大家收到一些苦衷 我都很認同 但是我們現在討論 我們就說這個 屬於台書 要怎麼來未來 何趣何從的問題 我們就應該去想說 問題的根本原理一堆 早期現在設台書 就是說 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們的科技進步很快 一個人一生中最少的 所以他有需要再職 再繼續再教育 活到老 學到老 考慮又換新的頭路 所以現在普設高中 普設大學 就是說要加強基礎教育 他的基礎科目學得比較好 未來他要換頭路 繼續學新的東西比較好 但是我們的政策一直沒有檢討 沒有定期檢討 一直把實施下去 那實施到後來 其實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缺小孩 我們的小孩太少 少學生嘛 如果說我們學生 內館沒有問題 我想我們今天不用一個人這麼討論 但我們今天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沒有學生 當然有人說 開放陸生來台就好了 我想這也不基本的改善方法 因為我們也知道 有人陸生要來 包括我現在遊客要來的時候 你在哪裡 答應沒有通院 當然陸生都不斷 一定會來 不管什麼人在政 你如果沒有答應 說要跟他通院 我看 雜班陸生會不會急起來 這也會遇到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的思考 就是說 我們政策要怎麼改 偏鄉 其實有一個偏鄉 教育政策要出來 不是說 去把現在我們遇到的問題 就把便利偏鄉去 這樣雜班也會出問題 我想不可以這樣 我們方便便利偏鄉的教育去 我想這怎麼會出問題 應該 系統性 經過性的來檢討 整個 當然我們現在一定會遇到 開始失效 要 要關門 老輸 我覺得我最關心的其實是老輸 因為我們現在的教育 大家都有報酬 很優秀的這些經營 社會的經營 受到這個大苦難 實在是真不公平 真不公平 再來就是說 還有很多人在外面流浪 那裡報酬之後 我們現在這個優秀的人材 是讓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國家 無法它用 讓它有機會 由我們的社會 跟國家來打拚 其實 這個問題 我幾個年前 就被你思考了 我們台灣 為什麼經常政策 立這個法 就要在立法院的完結修法呢 他不能做政策的辯論 為什麼呢 我現在在檢討 我們都沒有政策 整個月 大家修法 立法院 大家修到 可能助理說 啊 醫院這個東西要怎麼修 就這樣出來 當然有比較好的 像我這樣辦公條 大家討論一下 或像我 我都會請一些專家學者來討論 可以了 但是很多人 修到就修 都沒想到這修法之後 有什麼六十目 有什麼一行一行之後的 結果是怎樣 其實這些東西 都沒有社會通常的討論過 我們看看 我們幾年前開始 行政院組織法通過之後 我們開始改組 改組 改組是怎麼改 政府沒有在考慮說 我們的社會 我們看未來 剛才有什麼問題嗎 我們的行政院的部份 應該怎麼改 也是沒有啊 都是 又重新 重新組合包裝 就變一個 一個數 就變一個補出來 這樣而已嘛 啊 我都看過 我們 是國家社會 遇到的問題 還是未來可能遇到的問題嗎 沒辦法嘛 這是我們 現在我們國家 現實是遇到的問題 就是這樣 齁 所以我們來思考 我們應該怎麼走 我是覺得 建議 部份 每一個部份 應該設立地口 研究中心 所以 這些地口 一定要很多 需要這些研究人員嘛 來研究 我們社會的政策 塞州 這些高修 都有做這些研究的經驗 我想 如果你們專門的地口 來做研究人員 其實是很好的做法嘛 可以來研究 我們 劉工 我們的 國民的政策 未來 應該怎麼走 我們來收集 我們基本的資料 不好意思 我們在上面 在修空武法 大家說 這個空氣 無量 賣的PM 五點五官 都是電唱 有資料嗎 沒有資料 比如說台電每個 每個禮拜 多少PM 二點五 還有這個資料 都沒有 大家說 什麼台電禮 就摸個高修 電腦模擬出來 這樣而已 我們也知道 我相信在座 大家都有部署 學位 知道電腦模擬 什麼一定的心理 但是我們的社會 都接受這個看法 中研院去 中部參與200 控制聯誼品 選出來 PM2.5 來自化石 涼料 才占百分之百 照我們的行為 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的政策 就是這樣出來 大家驚討出來 這樣不對 所以我建議 我們政府 每個部署 要設地口 就像我現在 拜託 環博士 他現在要改造 叫做環境資源部 一定要設一個 國家環境研究院 來收集我們 國內的基本的資料 本土的資料 來規劃我們的政策 怎麼走 這當然就是需要研究 我相信未來 我們如果有些資料好好 直接不得已 要歸問 我想這樣的高修 就可以做地口研究研究 把你們 過去所學習的 做好的東西 可以年來做 我們國家政策的 規劃 這也幫助 我們國家 社會的進步 創造未來 更好的社會 更好的未來 我想 應該 社會應該這樣做 就讓我們的師校 未來真的因為學生做 一定會減少學校 有一些老師 真的沒辦法 一定要換頭 我想我們應該 成立地口 來讓這些不定義 要關門的資料好好 讓這些老師未來有出路 來幫助這些老師 轉型做政策研究 以上是我的建議 感謝 好 謝謝 吳奎鈺委員的意見 那接下來時間 我是不是請我們教育部 看姚次長 或者是我們記者司的楊次長 要做一個統合的回應 好不好 先請教育部 謝謝 好 趙偉還有各位委員 還有今天在座的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針對剛才各位提出來的 這個寶貴的意見 我就在這邊做一個重整性的回應 首先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其實我才剛剛從 今天早上才從美國回來 那我們跟科技部是去到美國去 四個城市去做攬財 那攬財的目的是希望我們能夠 有這個育山學者的 這個招攬育山學者 能夠來加入我們的高等教育 來提升我們高等教育的品質 那麼今天呢 我們討論的是這個 轉型退黨條例 所以我們一方面 我們去招收到全世界最好的國家 去找最好的教授 來這個回到我們國家 來這個提升我們的高等教育 另外一方面 我們往下 我們也希望說 經營不善的學校 我們也能夠有一些 有眼裡適當的條例 來做淘汰 教育部一定會 以最負責的態度 來保障我們高等教育的品質 甚至無時無刻的去提升我們的教育品質 這一點呢 我要跟在第一點 先跟各位做這樣的報告 那第二點呢 謝謝大家今天的這個寶貴的這個建議 在很多的這個條款的這些建議都會做為我們未來 在跟我們現在已經把轉型退場條例送到立法院來了 那麼委員在跟我們進一步在做審查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都會做我們跟委員進一步 討論的時候的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那第三點我要說明的是 我們轉型跟退場到底有沒有必要 我要跟各位報告 轉型退場真的非常有必要 拿106學年度 現在今年來說 我們今年呢 大學的這個 這個入學的新生是24萬人 到了10年後 117學年度 入學的新生我們預估是15.6萬人 15.6萬人 大概會少了將近這個40% 那各位就可以知道想像得到 我們現在157所大學 10年之後 我們的新生少了這麼多 那麼我們是不是有這個 這個退場的這個必要 這樣大概就不言而喻 我們現在目前私立學校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 我們招生的缺口越來越大 剛才跟各位報告過 第二個私立學校大概平均而言 大概是學雜費的收入是 佔這個學校的這個費用 大概是70%左右 今天學生越來越少 私立學校的這個財務 當然會面臨危機 第三個 因為學生變少了以後 他的這個教學的品質就會受到影響 學生的受教的權益 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年輕人 一輩子只唸一次大學 今天他如果他的這個受教的權益受到影響 我覺得政府一定要去這個想辦法去解決 第四個 我們的現在的這些可能有轉型退場的這個 這個資餘的這些學校的教師員工 他們有面臨失業的這個可能性 這個部分也是值得我們去去注意的 那麼最後一點 我們所要注意的是 轉型退場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能不能夠確保這些這個原先的這些私立學校的校產 有沒有可能這個保障它一定的這個公共性 這個也是我們值得要注意的 所以這是我們確實要接這個機會跟各位做這個報告的 那麼剛才也提到說我們三千人的這個部分 三千人確實如這個中華大學的會計主任有提到 三千人其實我們是做過評估的 一個是一個私立學校我們大概做過評估過 要能夠這個有一定的學雜費 讓他學校維持一定的這個運轉的功能 讓學生受到一定的這個這個有品質的這個大學的教育 三千人大概是一個最起碼的規模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覺得說如果低於三千人 這個學校真的沒有辦法 這個有他的一個就是一個自負盈虧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除非說董事會願意無償的每一年不斷的不斷的提這個 這個無償的提供這個資金來補助 否則的話這個確實是有它的困難性 所以三千人是我們有注意到的 那麼大家對於註冊率是因為寄存的關係 會不會計算不準這個部分我們事實上我們也覺得不會 因為雖然說寄存會讓註冊率計算不準 但是因為畢竟這個三千人是這樣的一個門檻 他不斷的把這個招生民俄因為寄存的關係 他分母變小但是因為我們還會注意到三千人以下 所以他這個我們還是會保障他確實看到如果少於三千人 我們就知道他說他大概是需要有退場的這個必要 那麼另外呢我也要藉這個機會跟各位報告 我們一直鼓勵我們的我們的這個 只要有轉型退場之餘的這些學校 我們這個會依照學生的意願 看是要我們教育部來協助他轉學 或者是他繼續留在學校 原學校繼續念念到畢業 我們都是完全依照學生的意願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協助他轉學 就是要保障學生的受教權益 剛才有不少的先進也提到 因為學校的這個經營的 因為學生越來越少他的經費不足 他要開的課都沒辦法開成 如果我們要求這個學生 一定要在這個學校讀到畢業 他可能念到大師畢業之後之前 他可能他的受教的權益會受到大幅的影響 所以我們就是會依照學生的意願 讓他來自由表達 他要不要轉學或是要持續到畢業 那只要他有轉學的意願 我們教育部一定盡全力去協助他 去轉到這個附近 這個就是教學品質一定比他好的 沒有退場之餘的這個學校 讓他能夠繼續完成他的大學的學業 那主要的目的真的就是在保障 學生的受教的權益 那麼也有委員建議說 這個私立大學也要整病 我想站在教育部的立場 我們也很樂觀其成 當然這個私立學校整病 因為來自於不同的董事會 這個困難性可能是比較高 不像公立大學的整病 因為他主要都是國立大學 那都是教育部資助的大學 所以整病上面困難性會比較少一點 那麼剛才大家也有提到說 這個勇達支持不退場 這個部分我們在這個轉型退場條例裡面 第十六條我們也有去補足了這個 補足了這樣的一個以前這個法規的這個不完整的缺憾 那麼我們有特別的這個針對 如果學校停辦後三年內如果不退場的話 我們就一樣的就會強制他這個解散董事會 來要求他退場 那這個是所以勇達大家所擔心的這個問題 現在只要轉型退場條例通過之後 應該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困難 那另外我要特別說明的是 我們教育部現在目前仍然在依照相關的法規 這個核准技術學院如果辦學績效良好 能夠繼續改名為科大 我要特別說明技術學院跟科技大學都是大學的層級 所以他叫做改名 私立學校改名為科技大學 那麼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是這個主要就是希望說 其實我們希望這個我們的學校呢 仍然能夠有持續不斷的自我提升 能夠去朝著改名科科技大學的這樣的這個目標來努力 剛才各位委員也有提到說 專案輔導不可以永無止境的輔導 一定要有期限 這個我們確實是如此 確實已經這樣做了 我們在教育部已經在去年成立的這個轉型退場專案辦公室 由我們張明文章參試來領軍 我們特別的針對輔導 專案輔導的學校 絕對不會讓他毫無使勁的不斷的輔導下去 我們會有一定的期限 如果這個輔導的這個次數超過一定的這個期限之後呢 我們就會強制他這個退場 那至於說校地跟剩餘財產的這個部分 大家也有很多的這個意見 那我要在這邊跟各位委員做 跟各位女士先生報告 私校我們在私校法整個的一個基本精神 私立學校是公益性質的法人 私立學校他的原先的辦學 他其實是捐資心學的角度去辦的 他我們從這個設立之初 我們這個政府對他的校地 還有這個設校的過程 我們就已經有協助 在每一年我們也有做 有這個不等的金額的這個補助 那另外呢 我們在整個學校的經營的過程也都免稅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這個私立學校絕對是公益性質的法人 那麼所以他今天一旦退場之後 他的這個校地跟他的剩餘財產 絕對是應該要有 要有他的這個公共性的這樣的一個 必要的這個處置的方式 那麼另外我也跟各位報告的 就是我們對於這個 剛才幾位委員 我很快的就是簡單的回應 柯委員建議說 董事會的解散重組的時機 要特別的留意 勞工董事監察人 是不是也可以來做設置的這個考量 這個部分呢 這個我們到時候跟委員們在討論這個 我們這個條例的時候我們會注意到 我們會進一步再來討論 那中委員也有建議說 接管學校 就是退場的學校呢 是不是最好都由教育部這邊來接管 那麼這裡呢 我要跟各位報告的就是說 學生 學生人數確實是不足 剛才跟各位報告 十年內我們會少這麼多的這個學生 但是中委員的建議我覺得非常好 我們在這個市立學校退場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去考慮到區域的不足 區域的這個區域的不足 我想這個部分呢 我們在整個未來轉型退場的這個 退場處理的過程當中 我們現在我們其實已經有注意到 未來我們也會更注意到 中委員對我們這樣的一個提醒 但是呢就是說 我們如果全部都由這個國家來這個 接管的話 而且如果因為經營的規模不足 學校 教育政府是不是一直投入這個財務來支持 這個部分呢 可能我們要再解決學生 區域就學的一個前提 還有我們政府財務負擔 可以負擔的這個這兩個 這兩個這個兩極 我們要中間要求到一個平衡點 那麼陳委員也建議說 這個就是外籍生要是不是可以 就是要記入這個學校的人數的這個計算 那這個部分在去 今年年初的這個大學校長會議裡面 校長們也有做這樣的建議 那事實上我們當初也已經有正面回應 校長的建議 事實上我們大概在這個下個學員度起的 外籍生的外籍生 我們會記入學校的這個學校的人數 同時也會納入這個聲勢比 那剛才吳委員也有建議說 現在的剛才也特別提到 現在的問題就是學生不足 那這個確實是如此 那建議說要有智庫來對政府 尤其我們教育部的一些相關 重大的議題要去做研議 這個部分我們會 我們納入我們未來的這個 執行和參考 以上呢就針對各位委員 各位這個女士先生的一些建議 我們做這樣重點性的回應 請各位指教 謝謝 好 謝謝姚次長的綜合回覆 那今天學者在家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另外有陳廷菲委員蘇巧惠委員提出書面意見 那我想因為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可以開放三位的意見交流好不好 每位兩分鐘 有沒有人還有什麼東西一定要補充的 好 如果沒有的話就非常感謝大家 那我作為主席我還是要做一下回應 就是結論不敢啦 結論其實是我們在排審的過程當中 我們與會委員一定會把今天大家 所回饋給我們的意見做一個綜合的考量 但是我還是要說一下就是說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新國會還有 就是520之後 教育部是非常希望能夠積極來面對 我們私校的退場跟轉型 態度上絕對是積極跟面對 我們也已經編列了四年來編50億的退場基金 那這是一個態度上的正向跟積極 那我們希望再透過這個立法 能夠讓我們已經準備好的基金 逐步會到位的基金 有一個授權的法源可以來執行 那態度上絕對是正面積極 但是或許如各位學者專家 或是立委也有發覺 是不是在條文當中有部分是比較在處理上 也許比較消極或者是說沒有辦法很清楚的去明確規範的 那我們修法當中當然會補強 但我也要說明 其實這個法案我們跟教文會的委員也討論過非常多次 那畢竟它是一個母法的授權 針對未來各校譬如說輔導學校的認定啊免除啊這些 然後董事的派任啊資格 包括各校轉型後的改辦的辦法 還有轉型基金的使用 以及退場學校的財產的捐贈 那甚至乃至於學生的轉學轉介 以及這些教師的一個媒介在轉任 其實這些東西都需要有主管機關在母法之後 再訂定相關的配套執法來執行 所以或許在這個母法看起來很多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宣誓性的遜誓性的很多 我也擔心只有這樣的條文是不是能夠執行得當 但是母法還是一個授權 後續的執法就一定是大家所表達的意見 也絕對必須在後續的執法裡頭能夠清確明確的來規範啊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做一下這樣的說明 那有關於剛剛大家的各項的意見 我相信我們委員都會在過程當中 為大家做必要的爭取 不管是學生教師這些部分 這都是我們念資再資的部分 還有就是退場之後的這些學校的相關資源的公共性 公共化 這也絕對是我們非常在意的部分 好那再一次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歷齡 那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事法第58條規定 委員會應於公聽會終結10日內 依出席者所提供之正反意見 提出公聽會之報告 送交本院全體委員會及出席者 那依立法院職權行事法第59條規定 公聽會報告作為審查該特定議案之參考 那我們會把各位的寶貴意見綜合歸納 會編成策送交立法院全體委員 跟今天所有的與會的貴賓們 那再一次非常感謝大家的出席跟意見的回饋 那以後在立法的過程我們會非常努力 那教育部也請依剛剛次長所回應的 哪些你們認為還可以再納入的 我們未來都可以一起來審酌好嗎 再一次非常感謝大家辛苦各位謝謝謝謝 好今天散會謝謝忘了講不能 謝謝大家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